《绝命毒师》这部剧一直是我心中美剧的天花板 开播至今总共播出5季 每季评分都在9分以上 该剧不仅情节紧凑跌宕起伏 更是将小人物的辛酸历程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由的让无数网友发出这样的感叹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西墨西哥州 男主老白是名高中化学老师 这看似体面的工作却收入甚为 难以支撑家庭的开销 儿子小白患有先天性脑瘫 生活不能自理 妻子斯凯勒也怀有身孕没法工作 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老白一人肩上 即便在生日当天 他也不得不到洗热行兼职打工 而可恶的老板还总是逼迫他 干一些不属于他管辖的工作 为了生活老白只能默默承受 可令他尴尬的是 自己的囧态却被调皮的学生拍个正着 对此老白也没有说什么 只能独自一人的时候 将气撒在永远也关不上的收纳箱上 好在回到家后 一众亲朋好友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 这才让他紧缝的心情得到一丝宽慰 不过并没有维持多久 兽型老的主角光环就被这个男人抢走 只留下老白一人原地发呆 男人名叫汉克 是老白的连强 身为一名基督警察 不久前刚捣毁出制毒窝点 电视台正报道他的英勇事迹 这时制毒的当款吸引了老白的注意 他不禁感叹 没想到制毒可以赚这么多钱 但汉克却不以为然 还对老白打趣道 有时间带你去抓捕现场看看 也可以为你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激情 老白嘴上说着拒绝 但直到深夜 他还在想着汉克的话 就连斯凯勒提出亲热要求 他也完全提不起兴趣 第二天老白照常去洗车行上班 可就在他对着美女一吟时 却突然止不住地咳嗽 没多大一会儿被晕倒在地 救护车紧忙将他送往医院 而此时的老白已经苏醒 他有些尴尬地告诉医生 自己只是得了流感 我身体好着呢 你前面路口给我扔下就行 老白这么说并不是他医生要强 而是美国的救护车收费标准 实在太高 他可承受不起 医生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却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他对老白进行了初步检查 随口问了句平时抽不抽烟 得到否定的答复后 医生顿时面色凝重 而老白也感到了一丝不安 果不其然 老天并没有眷顾这个可怜的男人 他被确诊为肺癌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此时的老白却出奇的平静 医生建议他接受化疗 这样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他又何尝不想呢 但看到斯凯勒为了账单发愁 甚至因为自己花了14块5毛5而抱怨时 老白彻底打消了治疗的念头 死亡的恐惧已经把他逼到崩溃边缘 偏偏这时 老板还要强迫他出去刷车 这一刻 积压内心许久的怨气终于爆发 到了晚上 他坐在永之边发呆 将火柴一根根划着 又一根根扔进水里 会与这一刻他在想 自己拥起一生 还不如这火柴要演 至少他还拥有过高光时刻 老白不想留下遗憾 于是他扑通了汉克的电话 想着在死之前 怎么也得刺激一把呀 殊不知 正是因为这通电话 彻底改变了老白的人生 到了第二天 汉克如约把他带到抓捕现场 不过并没有直接让老白参与 而是在先头部队将毒贩抓捕之后 警方清理完现场才能让他进入 而就在这时 屋顶上一个红色短裤男 映入老白眼帘 再定睛一看 这不是自己曾经的学生小粉吗 老白并没有告发他 而是目送小粉离开 这一刻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老白心里深根发芽 于是便从学校的答案室里 翻出小粉的住址 小粉本以为老白是来劝他自首 让他不要白费口舌 哪成想老白语出惊人 直接提出要与小粉合作 你懂得贩卖毒品 而我精通化学技术 两人完全可以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如果你不同意 我现在就去告发你 看着这个糟老头子 毅然决然的神情 小粉明白自己根本没得选 于是第二天 老白从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 拿出一大堆化学器皿 紧赶慢感的来到小粉家中 没非四五的炫耀这些器皿有多牛茶 只不过小粉对此不屑一顾 他觉得老白不过是一时兴起罢了 石头二人将的一切准备好后 他意识到没有合适的制毒场所 总不能明目张胆 那在家里弄吧 这时小粉灵光乍现 他们可以搞辆房车 只要开到人际罕至的郊外 就能避过所有人的耳目 这一主意可真不错 说整就整 老白直接取出全部继续 整整七千每刀 可即便这样 想要买辆房车还差了一千五百块 但老白管不了那么多 你是干销售的 你去讲价 气得小粉不停的嘟囔 含麻量极高 不过他也有疑问 为什么老白要不于一力的干这个行当 这又不是cosplay 老白思考片刻后说道 I am awake 这份发言听的小粉一脸懵逼 不过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老白确实变得不一样了 这天夫妻俩陪着儿子去商场购物 一旁的几个小鳖三 模仿着小白的动作 嘴里即是嘲讽 这要是隔以前 老白肯定就大事化小了 不过现在他已经觉醒 怒气冲冲的绕了一圈 一脚把小碑三踹趴在地 狠狠地踩了上去 小碑三奋力挣脱 眼看就要变成暴力事件 但老白此时爆发出强大的气场 吓得小碑三连连后退 只能兴兴地离开 这一幕看着斯凯勒和小白都哑妈呆住 窝囊了一辈子的老白 终于强硬了一回 不久之后 房车已经到位 经过小粉再三确认 方圆石里都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那还等啥呢 开整吧 只见老白缓缓将衣服退去 他可不想带着一身毒味回家 小粉仿佛发现了新天地 拿起摄像机想要记录下 这荒诞的一幕 不过很快就被老白抢了过来 就这样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下 试图二人开启了工作 老白不愧为顶级的化学天才 各种化学粉末世纪在他手里 就如同达芬奇画笔下的染料 经过不断的过滤 蒸馏 提纯 几个回合下来 一盘晶莹剔透的水晶 就这样形成了 小粉看着这如同工艺品一般的水晶 附近发出感叹 白老师YYDS 老白却显得很淡定 这对他来说都是基本操作 小粉迫不及待地想要尝尝鲜 却被老白阻拦 我们只负责销售 不能碰 有那功夫还不如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 而小粉的心中其实早已有了主意 这个豆狗的男人 有过酷炫吊炸天的外号 疯狂老八 而他就是小粉的交易对象 不过他对小粉可并不待见 直到看见这包透明晶体 才稍微提起一点兴趣 而老八其实还有另一层身份 之前被捕的帽子男正是他的表弟 如今已经被他保释 小粉当时临阵脱逃 让他怀奋在心 两人对他充满了戒配 他们不相信小粉能做出这么纯净的水晶 于是开着车找到了老白 拿出大卷的诚意要与之合作 可就在这时 帽子男却认出了老白 他被抓时老白也在现场 以为这又是一个圈套 说话被拿枪准备干掉两人 小粉立即大喊让老白快跑 而他自己就荒木则路地摔倒在地 老白为了保住两人的性命 承诺会交出配方 并且手把手来交他们制作 就这样老八暂时没有为难他 帽子男一脸不屑地朝他吐了口烟圈 随后打开窗户扔了出去 而老白此时已经洗了杀心 他拿起一颗红鳞 决绝地倒进装满世纪的热锅中 顿时火光四溅 他快速地跑出车外顶住车门 红鳞在潮湿状态下 遇热会加速反应 从而产生大量有毒气 只要吸入一小口 就会一命呜呼 车内的两人在挣扎一会儿后 便没着动静 老白刚想解开小粉的胶带 却突然闻到一股烧焦味 刚刚帽子男的烟头引燃了甘草 眼看火势越发不受控制 老白便给小粉戴上了防毒面具 随后开车跑路 本想临死前给家人留点财产 谁知还闹出了人命 他越想越懊恼 一不留神就开进了沟里 这下是妥妥废了 不仅买卖没做成 自己还成了杀人犯 他气愤的将防毒面具扔出老远 而老白的霉运还远不止于此 就在他举足无缩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清脆的警笛声 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猛吸几口空隙重新返回车内 先是躲走老爸的手枪 接着翻出摄像机 反正事已至此 那就给家人留条临终一言吧 他先是对妻子表达了爱意 接着鼓励儿子照顾好母亲 家人始终是他放不下的前半 眼看警笛声越来越近 老白将关于他的一切摆放好 整理好情绪 结果等了许久 警笛还没有出现 这对于老白来说无疑是种煎熬 终于他崩溃了 心想反正横竖都是死 倒不如自杀来的痛快 可当他鼓足勇气扣下扳机时 才意识到没有打开保险 而走枪的突然走火 彻底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 随着警笛声越来越近 老白缓缓张开双臂 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但老天似乎很喜欢和他开玩笑 这来的哪是警车呀 分明是消防车 原来一直是自己吓用自己 他赶紧将枪憋在身后 呆呆地望着消防车呼啸而过 根本就没人勒他 这时小粉也从昏迷中醒来 老白淡然地向他解释 刚刚发生的一切 由于紧绷的神经突然松懈 让老白产生了心理反应 下一秒被吐了出来 之后他们找了辆推堵机 将防车从坑里拉了出来 既然危险已经解除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这两具尸体 老白准备将车先停在小粉家 之后再做打算 可就在两人为防车还能发动 而兴奋不已时 车向内却传出了微弱的呻吟声 疯狂老八可能是吃了秘制小汉堡 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老白不顾小粉的拒绝 执意要将防车停在他家一晚 处理完这档的破事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到了晚上 老白还在想着白天显像还生的场面 斯凯勒还以为他做了什么亏心事 打成小老白却突然来了兴致 一番云雨过后 斯凯勒都不敢相信身后的男人是自己老公 直到第二天 他还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老白 就在这时 小粉让他撒冷过来 车里还有个大活人呢 老白满口答应 但这也引起了斯凯勒的怀疑 于是在送走老白之后 立刻拿起电话回拨了过去 小粉留个心眼没有接起电话 之后他根据电话号码查到了小粉的博客 从乱七八糟的页面里发现了小粉住址 与此同时 小粉不知道从抽屉里翻出个什么玩意儿 拿起就往脸上抹 想要给自己遮遮侠 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嘎蹦一声 透过窗户看去 车门竟然打开了 顿感大事不妙 果不其然 老八已经炮制夭夭 另一边 老白在车上也选择力不从心 时常驴唇不对马嘴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 他紧忙从仓库顺走两大桶强酸 开车就被小粉加赶 好小不小竟然碰到了逃走的老八 该说不说 老八的求生欲是真的强 身中剧毒居然还跑得起来 只不过准心差了点 老白眼界四下无人 赶紧把他放进后备厢 重新关进了地下室 好在有惊无险 这要是让他跑出去 不只是师祖俩 就连家人也会遭受牵连 为了防止他再次醒来 小粉找来一把车锁 确认好万无一失 才敢把老八扣起来 如今两人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如果不解决这个麻烦 往后的日子谁都别想好过 眼看天机越来越热 尸体的腐臭肯定会迎来怀疑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用强酸容了他们 那么问题又来了 谁来下手 老白想到了这个宇宙最公平的方法 抛硬币 猜中正面负责毁制灭迹 反之则负责杀人灭口 小粉果断选择了正面 随着硬批缓缓落下 结果是正面 就这样 小粉来到商店购买容器 老白千叮叮慢嘱咐 一定要选择低密度聚与稀的材质 这样才不会被强酸分解 小粉对此深表怀疑 但还是挑了一个 亲自试了试好像不太够大 而老白仿佛下定了决心 先后试了好几种武器 刀和锤子都太过血腥 手枪的声音也会引来怀疑 犹豫再三之后 还是觉得手中的塑料袋最为合适 可当他捏手捏脚准备行动时 老白却突然醒了 几句狠话放出 吓得老白直接溜溜球 他不停地喊着要水和食物 而老白还真就给他送过去了 两大瓶水 一盘食物 水桶让他方便 手指当然也少不了 他最后一个洗手液是什么鬼 有人知道吗 犹豫没有勇气 对老白痛下杀手 老白独自喝起了那么酒 没过多久 小粉回到家中 老白问他进展如何 小粉跑遍了全城 也没有找到可以装下一人的塑料桶 老白说你好像是二臂 那不买俩呢 分开装不就行了 小粉没想到这个糟老头子 居然这么狠 这时地下室传来急促的咳嗽声 小粉这才意识到老白还没有动手 长了半天就会打嘴炮 动真格的时候你呗了 老白看了一眼手表 说时间不早了 起身就要走 但他承诺明晚肯定解决 自己下午有事 要陪妻子产检 之后便匆忙离开 留下小粉一人不知所措 画面一转 老白来到医院 得知胎儿不仅发育良好 并且还是个女孩时 老两口笑得合不拢嘴 有个小公主 一直是他们的夙愿 斯凯勒开始期待 未来的美好生活 老白却一脸愁容 自己能不能活到孩子出生 都是个问题 在一程走后 斯凯勒看出老白的不自然 于是询问小粉是谁 他知道小粉是个隐君子 质问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了堵住妻子的嘴 老白大方扯扯 从他那里买过大麻 斯凯勒一脸不可置信 你这么大岁数 怎么尽干小孩事呢 而老白也罕见的 冲他发了脾气 让他少管自己的闲事 到了第二天 小粉吃屎等不来老白 渐渐没了耐心 在水晶的作用下 增添了不少勇气 决定自己处理 房车里的尸体 但强烈的师傅味 让他止不住的干预 他强忍着恶臭 向尸体拖出 可就在这时 斯凯勒竟然找了过来 小粉还沉浸在 搬运的快乐当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 斯凯勒已经走进大门 等他发现后 立即上前阻止 哪知斯凯勒根本不买张 警告小粉不要碰自己 他现在只要一回头 就能发现那具尸体 但他的目的很明确 让小粉离老白远一点 不要再卖给他违禁品 否则将自己妹夫抓他 小粉意识到他没有发现 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等斯凯勒走后 他才松了一口气 猛吸了三大口 才让自己情绪稳定 随后继续搬运尸体 这帽子哥可是真够沉的 一不小心脱手 又让他滑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终于把他抬到二楼的卫生间 使出吃奶的劲 把他皱进浴缸 戴好防毒面具 就开始倒出强酸 化学试剂与腐臭味相结合 让小粉知乎辣眼睛 晚上后不得不点上一根 解解心宽 这时老白赶了过来 小粉立即表达了不满 你连桥是缉毒局的 你还敢制毒 你是不是脑瓜有泡啊 我搬尸体的时候 你媳妇她的没给我吓死 你能不能管管她 老白刚想解释 就闻到一股刺皮的味道 询问小粉是不是已经容了尸体 说到这 小粉又来劲了 他抱怨老白 为什么让他跑遍全城 去买两个破塑料桶 家里的浴缸就正好放得下 听到浴缸两个字 老白头皮一紧 这下他们可坏菜了 果不其然 天花板已经被强酸渗透 不断有腐蚀性液体滴向地板 老白护着小粉慢慢后退 没想到下一秒 天花板直接被干个透心凉 两人呆呆的望向洞口 陷入了沉思 老白这边可谓是嘲讽拉满 正所谓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小粉属实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虽然老白嘴上不咬人 但还是和小粉一起收拾这些残渣 可令师徒按人想不到的是 之前老白丢弃的防毒面具 被给小女孩捡到 这就会给师徒俩带来怎样的隐患呢 师徒俩顶着恶臭 收拾了帽子哥的残渣 血水渗透地板 落入到地下室 老白意识到表弟已经眼恨西北 自己必须得想想办法 老白在倒完最后一桶血水后 和小粉互相冲刷身体 这呆萌的一幕 看起来还挺有爱的 之后老白像保姆一样 来到地下室清理垃圾 临走时老爸叫住了他 他不想像伤口一样被困住 这简直就是耻辱 但老白有什么办法 又不能放走他 随之老爸直接喊出了老白的名字 不仅如此 他还知道老白的住址 甚至家里几口人 而这些都是小粉在交易时 透露给他的 他嘲讽老白 你的合作伙伴嘴可不眨眼呢 气得老白直角后操牙 直接找小粉当面对之 而此时的小粉 还在享受工作之余的清闲 老白一脚把门踹开 对着小粉破口他妈 问他为什么要透露自己的信息 说爸便拿着水晶要转进马桶 尽管小粉拼命阻拦 他还是被老白一把薅开 直接扔了进去 可他毕竟上了年纪 怎能抵过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小粉撈出水晶 一把愣出窗外 随后扭头就跑 老白紧追不舍 但突然咳嗽不止 痛苦地倒地 等他回过神来 又立即追了上去 一把将小粉耗下车 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 小粉也觉得委屈 我都干完活了 你还没干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别忘了 抛硬币可是神圣的 说完被开车扬长而去 只留下老白一人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转眼到了晚上 老白罗列出不杀老爸的理由 和杀他的理由 不杀他的理由有很多 什么杀人是犯法的 不道德的 不要让你的良心不安 等等等等 而杀他的理由只有一个 如果放虎归山 他就会杀了你的全家 老白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局面 最后还是决定 给老爸做顿饭 好好谈一谈 可就在走下楼梯时 费病却突然犯了 随后便注重地 摔倒在地 晕了过去 等到太子醒来 已经过了15分钟 他收拾好地上的残渣 扔进了垃圾桶 给老爸又做了一份晚餐 还扔给他一罐冰镇小啤酒 两人就这样 互相敞开的心扉 老爸坦言自己 曾获得过工商管理学位 甚至在音乐方面还颇有造诣 走上志祖这条路 也是迫不得已 而老白也告诉他 自己得了肺癌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还能活多久 本想铁儿走险 给家人留点钱 没想到演变成 这般狼狈模样 在这一刻 两人就像一对望年知己 护送中长 老爸见时机成熟 承诺老白 如果他放过自己 他会给老白一笔钱 保证他死后妻儿无忧 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老白已经抗开 他竟然答应了老爸的提议 于是上楼拿走 车索钥匙 可就在他一口 喝下剩余的啤酒 扔进垃圾桶时 却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盘子的碎片数量 好像不对 他紧忙翻出所有碎片 尝试将它拼接完整 嘴里还不停嘀咕 千万别是他想的那样 可结果呢 碎片还是少了一块 老白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冲向垃圾桶 里里外外翻个遍 依然没有找到 那块残缺的碎片 这一瞬间 老白感觉既失落又无助 他不懂为什么 老天又把他逼上绝路 重新回到地下室后 示意老爸转过身 直到这个时候 他还想着自己 是不是错怪了老爸 可他接下来的举动 特地让老白明白 自己是有多么的天真 本以为坦诚相待 能够换来真心 结果等来的 却是赤裸裸的杀意 这一刻老白没有犹豫 他死死的拉住车锁 直到老爸彻底没了动静 到了第二天 小本回到家中 发现原本脏乱的房车 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连地下室也洁净如初 他看见一旁的车锁 意识到白老师 已经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而此时的老白 独自来到天桥 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 他明白自己已经无法回头 想着在最后时刻 要好好陪陪家人 于是到家后 将自己获得癌症的消息 告诉了斯凯勒 然而他却不知道 由汉克率领的嫉妒警察 已经找到了老爸的车辆 凭借多年的经验 在车里发现了老白制作的水晶 经过实验室的化验 惊奇地发现 水晶的纯度居然高达99.1% 这在他的嫉妒生涯中 还从未遇到过 他由此推断 这批制毒团伙拥有着高超的技术 绝对是个重量级的人物 殊不知他口中的重量级人物 此时正与他在餐桌上谈笑风生 期间 大家都好奇老白 是如何把妻子追到手的 于是老白便说起 夫妻俩相遇相知 并且相爱的过程 谁知斯凯勒突然气不曾生 离开了餐桌 在小姨子灼灼的目光下 老白不再隐瞒 坦白自己得了癌症 一时间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 昨晚到了晚上 小白接受不了事实 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擦拭泪水 而大人们则你一言我一语的 都想为老白找最好的医生 用最好的药 老白是看在眼里苦在心头啊 他可不想成为家人们的负担 可是第二天一早 斯凯勒就预约了肿瘤专家 专家很有名 在全国都能排进前十 只不过需要交纳保证金5000美刀 老白一听 脸就拿了下来 啥都还没干就要拿出5000 那以后花钱还不得如流水一般 斯凯勒让他不要担心 小姨子一家承诺会出钱出力 老白心里是100个不同意 但看着为自己担心的妻子 他于心不忍 于是便输出自己会负责那5000块 之后趁着家人不注意 从通风管道取出一打钱 这是上次疯狂老八的那笔钱 他从头到尾点了一遍 数目刚刚好 还有点愚妇 随后开车前往银行 这时车后一辆警车呼啸而来 老白顿时举足无措 慌张的将钱藏了起来 随之警车片刻都没有停留 从他身边急迟而去 原来是虚惊一场 想到自己疑神疑鬼的样子 老白不禁笑出了声 没过多久 他抵达银行 刚好有辆皮卡要离开 在老白倒车的工夫 一辆跑车直接插了进去 老白不断鸣笛事宜 可那人家跟没听着一样 气得老白骂了句娘 并且系下了他的车牌 男人进入银行也没有安分 不仅行为粗鲁 嘴上还不停说着 对女性的冒昧之词 老白则死死地盯着他 眼里满是愤恨 前台小姐姐喊了好几声 才将他的思绪拉回 老白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开了张匿名支票 收款人写成了癌症病友 这样那笔赃款 也就无意可循了 另一边 小粉没了老白的管束 遇了两个狐朋狗友放飞自我 直到第二天 朋友都走了 他还没过劲 这时他发现 两个机车猛男气势迅速地朝他走来 一个拿着手榴弹 一个握着大砍刀 吓得小粉拿起水晶转身就跑 一个狗急跳墙逃之夭夭 而事实上 两人只是来切宣传弹 他们也并非什么机车大汉 只不过是小粉的幻觉 可见毒品的危害性有多大 他连夜翻墙跑回了父母家里 不过老两口对他似乎并不待见 小粉并没有管那么多 倒头就进入了梦乡 这一睡就睡了一天一夜 老两口知道这个不省心的儿子 肯定又闯了什么祸端 父亲受够了小粉一天羊的二正的 决心要赶走他 可没走两步就停了下来 小粉竟然主动帮家人摆放餐具 看到这一幕 老两口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小粉还有一个弟弟 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习成绩优异 奖杯奖牌更是得了一大堆 小粉也为这个弟弟感到无比的骄傲 就在这时 母亲开门询问哥俩聊的怎么样 听到老弟说挺好 才放心离开 临走时还下意识地敞开房门 看见母亲像防碎饭一样防着自己 顿时感觉非常不爽 不过老弟却说 父母时常挂在嘴边的人 其实是小粉 当晚他就辗转反侧失眠了 于是翻出自己小时候的物品 看着曾经为老白画的画狂笑不止 可等他一翻过来 就立即没了笑容 大大的不及格映入眼帘 突然这时电话响起 是他的呼朋狗友小胖 上次的货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于是想要再涨点 不过小粉可不愿再免费提供 小胖表示他认识几个款爷准备开派对 他们会买下你全部的货 这种赚钱的机会 小粉自然不会错过 于是第二天他又找到了老白 不过老白并没有待见他 自从上次得知 他把自己的信息告诉疯狂老八之后 老白便不再信任小粉 甚至怀疑他携带倾听器来陷害自己 小粉上去就是一套素质三连 如果不是市场有需求 他也不愿意再见到老白 现在外面的瘾君子 对他们制作的毒品趋之若鹜 宁可少吃一顿饭也得来上一口 所以他想或许两人可以继续合作 再大赚一笔 谁知老白大手一挥 让他赶紧滚犊子 小粉这人还算仗义 临走之前掏出一搭钱 上一批货已经卖了出去 这是属于老白的那份 吃完便大手一扬 潇洒离去 只留下老白愣在原地一脸唾饿 但谁又能跟钱过也不去呢 老白紧忙拿着漏网去捞 他可太需要这笔钱了 斯凯勒已经帮他联系到肿瘤专家 专家对于自己的技术充满信心 他已经帮助不少病人缓解了病情 但与之相对的 治疗过程肯定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比如脱发 嗜碎 四肢酸软无力 甚至还会影响性功能 不过对于这些 老白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他只知道 战线拉得越长 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就会越重 但斯凯勒对此表现得很乐观 面对高额的医疗费 他可以贷款 甚至可以挺个大肚子出于工作 老白当然不会同意 他不想死后给家人留下巨额的债务 这时小白听不进去了 小白言语间满是失望 这也深深刺痛了老白的心 又开始止不住的咳嗽 为了安全起见 他将车停在路边 摊开手掌一看 这时竟然咳出了血 这时两声清脆的喇叭声 吸引着老白的目光 再仔细一看 正是上次那个插队的男人 真是冤家住宅 老白一脸阴沉的走进跑车 拿起一个带水的拖把 趁着男人没注意 打开引擎盖 将拖把放到电瓶上导致短路 随后潇洒的准身离开 一阵浓烟过后发生了爆炸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老白带着一脸满足的笑容 开车离开 等男人发现时 已经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 小粉家的老母 在打草房间时 发现一根大麻 父母没有给小粉解释的机会 就一口认定是他所为 直接把他赶出了家门 看着给予他生命的两人 小粉只能无奈的一笑 临走时还不忘拿走 那本不属于他的大麻 在等车的时候 老弟来到他身边 先是感谢老哥没有告发自己 随后还想拿回大麻 小粉没有说什么 直接把他捏碎 还不忘狠狠地踩上几脚 他已经够堕落了 不想老弟也步他的后尘 其实小粉也想洗心革面 这天他穿上整洁的西装 来到一家公司面试销售 他不断地吹嘘自己的销售能力 有多么的出众 但老板却以他不是本科学历 唯有玩具 不过倒是有一个广告宣传的岗位 可以提供 很有发展前景的哦 小粉气愤地走出大门 而这时 身后的广告牌居然叫住了他 男人名叫傻春 是小粉曾经的独友 由于还在服刑期间 只能干那些不需要动脑的职业 他想让小粉给他挣点水晶 但小粉表示自己已经金盆洗手 傻春知乎可惜 白下的手艺了 自己认识几个大买家 两人合伙的话 还可以大赚一笔 傻春的话又勾起了小粉的欲望 他可不想当一辈子的人行广告牌 既然工作不好找 那就索性不少了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下车奔向傻春 隔天一大早 傻春背着一大包来到小粉家 看到满车的制度工具 让他大为震惊 小粉表示这都不算啥 之前他有更多 直到有个傻子把车开进沟里 干碎了一大半 傻春一边听他吹牛 一边摆弄着大号烧瓶 小粉怕他奔手奔脚 打碎东西急忙制止 随后傻春从背包里 拿出各种原材料 这都是他辛辛苦苦 当广告牌挣来的 这让小粉兴奋不已 终于能摆脱那个老混蛋 自己扛大旗了 小粉将车开到郊外 开始重操旧业 他也算是个天才了 这跟老白做过一次 就能照猫画虎 长得七七八八 而一旁的大傻春 不是在玩 就是在吃 根本帮不上小粉的忙 经过一夜的奋斗 一盘水晶终于做成 傻春在一旁兴奋的手舞足蹈 可小粉对结果却并不满意 跟老白的比起来 这就是垃圾 他们想要供货给大客户 就必须要保证橙色 这样浑煮的水晶 不可能提起他们的兴趣 小粉打算再做一次 直到达到老白的标准 然而事情并没有 他想象的简单 叶莲做了好几次 结果都不甚理想 但大傻春不乐意了 小粉已经浪费了 三磅原材料 这可是用他的血汗钱 才凑齐的 两人一言不合 打了起来 政治中还打碎了不少器皿 随后小粉把傻春赶下车 独自开着车离开了郊外 与此同时 老白和斯凯勒 受邀参加生日派对 由于请帖上写着不要送礼 夫妻俩就准备一个小礼物 可当两人到达会场后 却傻了眼 收到的礼物已经堆成了小山 这让老白感到羞费难当 这时主任公艾利奥特 与两人打招呼 他和老白曾经一起搞过研究 更狗血的是 他的妻子还是老白曾经的恋人 简单的寒寻过后 夫妻俩就招待其他客人 老白闲着没事 独自参观艾利奥特的房子 这偌大的书房 让他羡慕不已 出门后又遇到了大学同学 与他们的成就相比 一个高中化学老师 属实有些拿不出手啊 而艾利奥特嘴上说着不收礼 却当众拆起了礼物 老白见状 赶紧私下找地方想要钻进去 可就在这时 老白的礼物被打开 里面竟然是一袋泡面 众人的目光开始向老白聚集 不过艾利奥特情商极高 替老白打了原产 曾经两人在搞研究时 连续十个月都吃这种泡面 如今已经停产 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老白也因此化解了尴尬 随后两人在一起回忆往昔 谈起过去 两人都开心的像个孩子 可聊着聊着 艾利奥特去提议 让老白到他的公司上班 这样两人就能继续搞化学研究 他的提议很动人 不过老白的癌症是最大变数 考虑到这些 他只能委婉拒绝 谁知对方去说 可以提供最好的医疗保险 老白看向斯凯勒 瞬间明白是他说了什么 离开聚会后 老白对斯凯勒大发雷霆 艾利奥特的资助 在老白眼里更像是施舍 他感到颜面尽失 斯凯勒没觉得自己有错 有人帮忙付医疗费 为什么不接受 恰好这时两人的设备送到 只好终止谈话 斯凯勒向汉赫和玛丽寻求帮助 他觉得老白肯定精神不正常 要不然谁能拒绝别人的医疗援助 为此他要开一场 别开生面的家庭会议 于是当老白回到家后 就看见八只眼睛 整齐化疑地望向自己 老白心想肯定没什么好事 果不其然 与其说是家庭会议 看起来更像是皮斗会 斯凯勒和汉赫都觉得 老白不应该放弃治疗 劝他接受埃里奥特的资助 此时老白还不以为然 直到斯凯勒让小白发表看法 才让老白真正破防 儿子的话让老白老泪纵横 而全家唯一支持老白的人 是小姨子玛丽 身为一名医护工作者 他见过太多患者 因为化疗而痛不欲生 他觉得应该尊重老白的决定 亲妹妹不帮自己 让斯凯勒很是活大 老白则受够了无休止的争吵 抢过发言权说出自己的心声 他这一生都没有为自己而活过 如今自己行将就目 就想为自己做回主 即使他可以活下去 也会成为斯凯勒的累赘 最终在老白的坚持下 结束了这场沉重的家庭会议 然而第二天一早 老白看到斯凯勒的床头 摆放着关于癌症 以及育儿的书 他所坚持的想法开始动摇 犹豫再三 还是答应着斯凯勒 来到医院接受化疗 治疗结束后 老白接到了前女友格雷琴的电话 他希望老白接受他们的援助 这一刻老白双眼泛红 表示自己有能力支付医药费 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 老白可不想接受别人的同行 尤其还是前女友的 于是他来到了小粉的家 老白又重新开始了制毒生涯 看着被自己收拾干净的房车 又变得乱七八糟 于是和小粉约法三章 他负责房城内制毒 出了这道门 所有的事情都有小粉处理 关于客户的信息 他一点也不想知道 并且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能再有流血事件发生 老白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他很快就会打了自己的脸 由于治疗的关系 老白的副作用强烈 时不时的会感到四肢酸软无力 小粉紧忙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 而在该老白扇风时 发现了他胸口的红斑 小粉立即察觉到老白得了癌症 他的姑妈也曾有过这种红斑 不过再查出癌症 其一个月后他就过世了 小粉突然明白 老白制毒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家人留点钱 老白不想听他废话 他的身体不能支撑 他干完剩下的活 于是让小粉代替他完成 看着老白这么痛苦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好在这批货成功做了出来 小粉走接串项 开启了递推模式 不过效果并不理想 辛苦一晚上只卖出2000多块 他还好心的给老白买了一部手机 方便联系 谁知老白并不领行 自己累死累活制作的水晶 只卖出十分之一不到 他的时间可不多了 老白让小粉大胆一点 找个大买家一次性出手 小粉又何尝不想呢 但是接触的等级越高 风险也就越大 他斥责老白不懂行规 就瞎逼逼 就这样 试图俩的谈话 再一次以争吵收尾 另一边 汉克的调查也取得进展 实验室发现了 防毒面具里残留的陈旧字迹 查出他属于老白所在的 高中化学实验室 于是他直接找到老白 询问他实验室里 是否少了面具 老白强装认定 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汉克提出要看看器材清单 谈话先得知 除了老白和若干教师之外 只剩下校工和副校长 小粉给老白打来电话 他的一个朋友瘦子 在服刑期间 其实一个睡在上铺的兄弟 这人名叫图库 他就是老白信心念念的大卖家 小粉打算去碰碰运气 老白信任同意后 便继续应付汉克 谎称是自己的一生打来 汉克带着开玩笑的口吻 提醒老白 让他看好自己的地盘 他可不想让别人 怀疑到老白头上 另一边 小粉和瘦子来到图库的地盘 瘦子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想要来个激烈的碰拳 谁知直接被无视 图库不想整个没用的过场 直接让小粉拿货看看 他将其中一块砸个细碎 为了确认小粉不是警察 提出让他先整一口 小粉没有办法拒绝 只能乖乖听话 图库这才敢放心是货 谁知品尝之后 直接爽到起飞 发出了狗一般的叫声 不过他对小粉还是没有完全信任 得知他身后还有个高人指点 这才爽快地答应了这笔交易 小粉提出一磅三万五的价格 图库照单全收 随后直接让小粉滚蛋 小粉哪见过这种阵仗 这分寿子不是说好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 谁知图库直接翻脸 小粉见情况不对 拿起货就要跑 但这是人家的地盘 他又能跑哪去 没成想图库开始往袋子里装钱 还一脸真诚地递给小粉 小粉虽然不敢相信 但还是没能抵住金钱的诱惑 可他想不到的是 这只是图库在戏耍他 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并且警告小粉 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能在他的地盘贩毒 而小粉已经口吐鲜血 晕死过去 当老白得知这一消息时 小粉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瘦子讲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老白感到深深的自责 如果不是他 小粉也不会遭遇这种事 思索片刻之后 他让瘦子告诉他关于图库的一切 老白的正名之战即将打响 决心要为他找回面子 而他由于化疗的缘故 导致毛发大面积脱落 每天还要吞下大量的药物 维持身体技能 这让他不受其烦 看着自己稀松的头发 他决定给自己换个发型 而这也意味着 老白的黑化之路彻底开启 随后他带着一包晶体 只身来到图库的地盘 经过监控确认身份 以及全身搜查之后 终于见到了这个嚣张的男人 老白自称为海森宝 来这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 总共五万块 三万五是支付图库抢走的货 剩下的一万五是补偿小粉受的伤 图库一听就不乐意了 展示了一手绝活 照他这么整 烟灰缸厂家都得倒闭 图库很不理解 于是便整理了一下思路 明明已经抢走了你的货 还把你的小伙伴揍个万死 为什么还要带着货送上门呢 说完又是一顿嘲讽 在他眼里老白像个傻子一样 可老白却不紧不慢的 拿起一颗透明晶体 众人都被炸得晕头润向 唯独老白极度清醒 图库制止了想要开枪的小弟 让他们不要冲动 或许是敬畏老白的骨气 又或许是忌惮那包晶体的威力 图库竟然答应付钱 并且提出继续合作 老白说合作可以 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此时图库也没了嚣张气焰 满口答应 老白一把多个钱袋准备离开 临走时又说一棒不卖 要买最少两棒 这老家外挺贪 行 成交 随后他把老白手里的是啥玩意 这么猛 原来是经过老白化学改造的雷酸拱炎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 雷酸拱只能以微晶体的形式存在 这只是影视剧使用的夸张手法 大家看看就好啊 老白顺利的带着钱离开 海森堡也因此一战成名 他看着拿命换来的美刀 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一个普通的化学老师 竟然征服了大毒枭 这哥谁身上谁能不激动啊 另一边 小粉打算出售姑妈的房子 他至今还没走出 天花板爆炸的阴影 只能窝居在房车内静养 他听说老白要了图库的地址 以为他要去复仇 看见老白还活着 总算松了一口气 谁知老白直接递给他一个信分 他不仅去了 还夺回了属于两人的钱 小粉一脸的不可置信 但得知老白和图库继续合作 立即火冒三丈 自己被造成这个样子 居然还与这个小人合作 老白只是想要扩大经营范围 每周两磅的货 挣七万没刀 这看似稳赚不赔的买卖 却有一个致命问题 原材料可不是那么好搞的 之前小粉跑了一周 才弄到不到一磅原材料 如果师徒俩没能按时交货 图库又怎么能轻易放过两人 转眼就到了交货的日子 老白为自己置办了一声行头 小粉不仅嘲讽老白 这是从哪个电视里学的 选个拉一场作为交易地点 就好像很怕别人 不知道你正在贩毒似的 而在两人争吵时 图库已经来到了垃圾场 看到这一幕 小粉下意识的摸象 还在隐隐作痛的伤口 图库下车后跟小粉一样 吐槽了一下这个交易地点 随后便让老白赶紧拿货 可因为原材料不足 老白只能拿出0.5磅 图库觉得自己被耍了 但他没有为难老白 只是先付给他一半的钱 还不忘抽回500 作为时间损失费 随之老白恶向胆边生 竟想要剩余的尾款 图库直接来了剧国粹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老白的请求 只不过下周 他要拿出更多的货作为利息 随之老白蹬鼻子上脸 等到图库走后 老白才敢去减散落一地的钞票 而小粉则愣在原地一脸茫然 小粉可没有老白的雄心壮志 四磅的原材料根本搞不来 老白则一点淡定 他打算采用一套新的化学方程式 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合成水晶 得知老白有了计划 这才让小粉脸上有些笑容 甚至赞美了科学的伟大 老白将一份购物清单交给小粉 上面写的都是制度需要的原材料和工具 但小粉却犯了难 有些词这读都读不出来 更比说买了 小粉让老白自己解决 他准备换个城市避避崩头 老白连忙拉住他 画起了大饼 就算你能跑掉 余生也会在恐惧中度过 但只要弄到清单上的东西 迎接你的将会是崭新的人生 就这样 小粉又一次被老白唬住了 老白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工作 谎称要参加一次 为期两天的辅助治疗 斯凯勒听完 立刻就答应下来 小粉已经将清单上的物品买了回来 这可花费了不少功夫 唯独原材料假案不好弄 他认识几个行家 可以去仓库偷运 但是要价太高 那里不仅有守备把守 到处都是监控 最要命的还是仓库有一把大锁 所以他们才狮子大开口 这时老白的注意力 集中到小粉身后的一个玩具上 他上下晃动 里边沙沙作响 突然间老白决定亲自去投 而且就用这个玩具 老白将玩具拆开 倒出里边的粉末 他告诉小粉这叫铝热剂 只要这么一小包 就能融化四英寸的钢铁 更别说锁了 是我干就干 两人一直蹲点到深夜 看到守卫走过 立即展开行动 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 老白只能买到这种毛线帽 他告诉小粉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随后剪开铁丝网 拽了进去 师徒俩捏手捏脚的往仓库走 随之宝安中途反了回来 原来是内急 想要上厕所 小粉立即想了个损招 拿个绳子 把简医厕所捆个接接实实 随后两人来到仓库大门 把热铝具放到锁上 点燃之后 闪上大量的热量 一阵火花在闪电之后 大门被成功打开 但同时锦铃声也响起 宝安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困在厕所 两人进去后 发现没有瓶庄的贾安 只有桶庄的 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 只能连桶一起搬走 小粉打开卷链门 两人使了吃奶的劲 才能抬起 就这样 最后一种原材料到手 到了第二天 师徒俩本以为 又能开心地工作 谁曾想重要的交通工具 却往处乌乌冒烟 看来去郊外是行不通了 这时老白看见了小粉的房子 两人费劲巴力地 将贾安运到地下室 老白提醒小粉 今天别让中介带人看房子 他立即打电话确认 谁知电话放在了车里 而中介正在屋外布置外展 今天是公开售卖日 而地下室的两人 已经开始工作 只需要两个小时 就能得到4.5磅的毒品 用来还图库绰绰有余 甚至每周都可以做到这个数值 那桶奖案足够他们使用很久 就在这时 冲卖有人影赏过 老白示意小粉不要出声 这些人正式来看房的顾客 老白打开房门查看 去跟一个小姑娘眼神对撞 现在屋子占满了人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地下室 老白让小粉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人进来 时间紧迫 老白只能加快进城 屋子里的买家 闻到了这股刺鼻味 机灵的中介 赶紧拼上空气清新剂掩盖 小粉则堵在地下室门口 防止人进入 有个死心而得买家 一个劲的往里闯 气得小粉直接破口大骂 并且把所有人都赶出了房子 这才有惊无险的化解了危机 转眼到了交易日 师徒俩如约完成任务 只不过这次的货是蓝色的 屠户还有点不满意 然而试了一下之后 却知乎真香 于是让老白随便改造 只要能持续供货就行 老白接过马内刚想离开 随之一旁的小弟 让他机主为谁工作 老白本没有在意 但屠户对此十分不满 这句示威的话 本应由他来说 于是对着小弟碰口大骂 老白好言详圈 让他放轻松 随之屠户直接暴咒小弟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小弟被打得满脸鲜血 反正还不忘善两人展示 这可把老白和小粉吓得不轻 屠户和两人约好下周再见 随后便潇洒地离开 另个小弟将同伴拖走 只留下两人愣在原地 大气都不敢喘 老白明白在这弱肉强食的时代 想要站稳脚跟 就必须心无杂念 往后余生 皆是事业与金钱 屠户的心狠手辣 也不能阻止他前进的脚步 谁让他是立志 要成为大毒王的男人呢 绝命毒师第一季到这就结束了 千万别小瞧这一袋豆子 只要经过提炼 他也可以变成杀人于无形的致命毒素 而我们的主角老白 正打算利用他策划一场完美的谋杀 时间回到上一期结尾 师祖俩亲眼目睹了图库的暴行 虽然心有余悸 但老白并没有终止合作的打算 他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在死后的时间里 家里的日常开销大概需要73万每刀 因此他们只要再坚持11周 就能彻底解除与图库的合作 可事情哪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两人的车还没有开出多远 就遇到折返回来的图库 他把小弟拖下车 吼叫着让老白过来帮忙 此时小弟四肢僵硬 并且浑身抽搐 图库知道老白脑子好使 让他想想办法 说怕还让小粉给光头做人工呼吸 不过却被老白一把拦下 明暗人都看得出来 即便大罗针先下凡 也拯救不了光头的性命 气急败坏的图库 却一脚接着一脚踹向小弟 借此宣泄心中的不满 发泄完后 他吩咐胖子处理到光头的尸体 胖子虽不想让兄弟抱尸荒野 但迫于图库的淫威 只能暂时将尸体藏在报废的车辆下面 老白深知此地不宜久留 便准备离开 谁知临走前 小粉却被图库一把推倒在地 虽然他嘴上没说什么 但两人心里清楚 想要与这个疯子体型关系 简直是痴人说梦 回到家的老白变得魂不守舍 不断查看电视新闻 祈祷光头的尸体千万不要被人发现 而同样被吓破打的小粉 在黑市买了一把手枪防身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图库的手下 在他家门前盯了整整一宿 师徒俩是图库杀人的目击者 一旦两人失去了利用价值 就必定会被他灭口 小粉觉得与其一直担惊受怕 倒不如主动出击 先下手为强 他打算在下次交易时 趁着图库放松警惕 帮帮两枪把他做掉 老白虽然没有反对小粉的计划 但是相较于小粉的冲动 他更加理智 回想起之前与图库接触时 他身边总是有若干小弟跟随 如果与黑帮发生火兵 那他们的胜算几乎为零 何患小粉连怎么弹出弹架都没搞明白 更别说开枪杀人了 两人目前的处境十分被动 因此需要制定更为周密的计划 然而当老白回到家时 却发现一辆车在他家门口掉头离开 这一刻老白终于体会到被人监视的恐惧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危 他手在窗前一夜都没敢合眼 但这样下去终究解约不了问题 再加上斯凯勒的不理解 也让老白感到心理憔悴 最终他下定决心要与图库做个了断 随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粉 而小粉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怎么给手枪换弹 已经被他研究得明明白白 只要再给老白弄一把枪 那么两人的胜算将大大提高 然而老白却想用更为简单的办法 他从兜里掏出一道壁麻豆 这种豆子可以提炼出壁麻毒素 只需要很少的剂量就能置人于死地 而且在尸检的时候更容易被人忽略 可谓是杀人于无形 说整就整 两人一顿紧忙活 最终将粉末状的壁麻毒素参进水晶中 接下来只要在交易时 把他当作最新产品送给图库长仙 三天之内 他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时老白接到汉克电话 在不久之前 斯凯勒因为老白的诡异行为 向汉克大吐湖水 他担心两人的感情出现问题 这才打电话确认情况 得知并无大碍后 汉克又窃窃地将案发现场照片发给老白 显然地开开眼界 而照片的内容却是死掉的光头和胖子 吓得老白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图库已经开始灭口了吗 其实不然 汉克通过对案发现场的勘察 推断胖子应该是想将尸体拖出 不小被掉落的废气车辆砸中 失血过多而死 这种死法汉克还从没见过 于是打算合个影留念 而老白却已经慌了神 他不顾小粉的阻拦 执意要把手枪带走 想想也是 小粉可以带着钱远走高飞 但他不可以 他还有家人需要守候 老白第一时间返回家中 掏出手枪严阵以待 万幸家里一切正常 随后他取出通风管道里的美刀 同手枪一并放在箱子中 随便随时跑路 眼见只抱不住火 他打算坦白一切 偏偏这时小粉打来电话 老白没有接通直接挂断 可就在他要摊牌时 一道歪光中窗前闪过 而来的人正是小粉 这一刻老白的洗礼防线 瞬间突崩瓦解 他怎么也想不到 会以这种方式与徒户相遇 那么两人又会遭遇 怎样的奇葩事呢 一个是墨西哥独销 一个是基督局警察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开打 在图库的强大火力压制下 汉克只能躲在车里 动散不得 那么他要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一切还要从老白 被图库抓走说起 斯凯勒久久没有老白的消息 于是选择了报警 他清晰的记得 当时老白神色慌张 在挂断一个电话后 便消失不见 而汉克早已调查了 老白的手机 适中当晚并没有电话打入 他由此推断 老白还有第二部手机 斯凯勒不想坐在家里等消息 他挺个大肚子 和妹妹玛丽 四处分发寻人启事 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玛丽希望汉克 能够调查一下小粉 毕竟老白曾在他那里 买过大麻 没准他因为欠了一屁股债 被绑架了也说不定 于是汉克找到小粉的母亲 然而慕子俩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往来 好在他得知了 小粉的车辆信息 那个品牌的车 一般出厂都会安装定位系统 或许可以查到小粉的行踪 而此时的老白和小粉 已经被图库带到了荒郊野外 他把两人安排在 叔叔迪奥的房子里 随后让他们掏出兜里的东西 而那包摊掌的 必麻毒素的产品 也被老白顺势扔到了他的面前 图库的老窝被嫉妒及一窝端 让他不由的怀疑 是师徒俩告的命 但是最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自己的手下一百多号人都已被抓 却唯独联系不上胖子 直到这一刻 师徒俩才搞清楚 胖子的死与图库无关 而他已经认定胖子 就是通风报信的判处 法师就算挖地三尺 也要把他找出来四十半段 但是在那之前 图库打算先和老白偷渡到墨西哥 在那里才有无限的资源 凭借老白的技术加上他的人脉 用不了多久就会垄断整个市场 到时候金钱美女应有尽有 图库说到兴起 并想抽上一代 小粉件实际成仇 开始吹嘘这代产品药效猛烈 因为加了最新研发的独家配料 此时老白杀了小粉的心都有了 随后图库拿出之前的产品 在他眼里 这才是上乘之作 猛吸了一大口后 他想帮了小粉给自己注入性 老白连忙阻止 只言小粉是自己的搭档 如果没有他 老白就不会再制毒 死言一出才保住了小粉的性命 转眼到了饭点 图库一边自嗨 一边为几人准备午餐 偏偏在时 电视播出光头和胖子身亡的新闻 吓得老白赶紧更换了频道 但这一切都被迪奥看在眼里 老白有些心虚 在老头面前晃了晃手 看起来好像并无大碍 这下俩人更加肆无忌惮 竟然讨论起如何给图库下毒 此时图库端饭上桌 招呼几人吃饭 就在他为迪奥转动轮椅时 老白趁机疯狂投毒 但这仓促的举动 却被迪奥看得一清二楚 他虽然行动不便 但头脑清醒的很 眼看好大侄就要吃下卷饼 他紧忙按铃提醒 这清碎的铃声 吓得师徒俩喊毛炸起 迪奥四次盯着盘中的卷饼 图库还以为老头想吃自己这份 于是没跟他呼唤了食物 殊不知迪奥这么做 只是为了保护他 老头拼尽全力的将食物打翻在地 图库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把迪奥服好后就进去吃饼 然而就在他对着一头牛 做着饭后运动时 迪奥又一个劲的按铃 而且眼神凶狠的盯着老白 即便图库再蠢 这下证实了两人在撒谎 他一把抓起小粉 直接扔出了门外 对他一顿拳拿脚踢 老白对他来说还有用 所以倒霉的小粉 便成了出气头 最后拿枪顶住他的后脑巢 质问老白到底做了什么 混乱中小粉摸到一块石头 老白见状被倒出了石形 并且大骂图库就是一坨墙 现在分神之际 小粉上去就是一个回手套 将图库打翻在地 老白赶紧捡起掉落的M16 但是两人扭打在一起 他也不敢轻易开枪 危机时刻 小粉夺走了图库的手枪 直接击出了他的圣结石 这下小粉扬眉吐气了 一个大脚开到了图库的腰子上 随后把他踹进坑里 明明是个报仇血恨的好机会 但小粉迟迟不愿开他最后一枪 最后老白决定让他自身自灭 而就在师徒俩想要逃跑时 却看见一辆车卷着沙尘奔袭而来 两人以为那是图库的接应 于是找过紧闭的地方藏了起来 顽强的图库并没有屈服 他奋力的走向小粉的车 此时赶来的人其实并不是结应 而是汉克 他通过定位一路找到这里 没想到眼前人却是图库 他看向老白留在车里的枪 二话不说直接开干 汉克利用挨车作为掩体奋力反击 没过多久双方的弹牙都已打空 胜负的关键往往就在一瞬之间 显然汉克的换弹速度要更快一些 在图库露头的瞬间就被一枪击毙 死的不能再死 在汉克上前检查时 老白才看清来人是自己的小舅子 在一间大型超市的过道上 服务员小姐姐发现一堆散落的衣物 他顺着遗漏轨迹四处寻找施主 结果又发现一条白中带黄的内裤 此时一个裸男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人正是老白 就在不久前他和小粉死里逃生 为了摆脱师徒俩的嫌疑 老白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他假装间歇性失忆出现在超市中 这让不仅能够顺理成长地住进医院 而且医院也查不出任何毛病 小白告诉他汉克与毒枭发现了枪战 与此同时汉克没有因为干掉图库而受到夹奖 相反却遭到上级领导的盘问 他们想搞清楚为何他会与图库八枪对峙 汉克只好将全部经过和盘抽出 而把所有的线索获取到一起得出了结论 小粉肯定与图库有莫大的关联 于是警方开始对小粉的家蹲点盘查 但这一切也在老白的计划当中 小粉找准司机溜进地下室 将一切制毒工具打包 通通放进了房车 随后找来傻车表哥 将房车偷到他家的废弃车厂站为保管 而接下来他还需要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小粉让撒车两个小时后举报自己 随后找到技术学院的温迪 让他配合自己演一场戏 而代价就是为了提供毒品 不久后基督局闯入房间 将两人抓捕归案 没对汉克的审问 小粉声称和温迪待在房间 三天三夜都没出过门 对于外面发生了什么一概不知 他还谎称自己的车早已被偷 当得知车也被基督局发现 小粉强装认定 摆出一副失而复得的样子 汉克就静静的看他表演 随后又拿出一个行李包 而里面装的正是小粉的全部集续 足足有六万七千美刀 小粉虽然心里在滴血 但也只能含泪说出那不属于自己 对于他的说辞 汉克自然不信 他只不过是在装疯卖傻罢了 汉克把希望放到了温迪身上 像他这种引君子 给点迎头小力就会反水 没成想温迪的证词 依然挑不出毛病 而且他的态度异常坚决 这下轮到汉克犯了难 如果没有缺切的证据 他们就必须释放小粉 于是汉克放出了大招 他居然把老迪奥弄到了警局 小粉顿感不妙 他知道老头的意识清醒 但又不想乖乖束手就擒 迪奥对于米格的提问对答如流 汉克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开始审问 然而当被问到 昨天是否见过小粉时 迪奥虽然怒目远程 仿佛要吃了小粉 但却迟迟没有按下铃 不管两人怎么询问 老头始终没有按响手中的铃 最后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表演了干世分离的绝活 其实老迪奥不止认小粉 是情有可原的 曾几何时 他也是叱咤一方的狠决 根本不屑以剧毒局为伍 由于警方没有充足的证据 只能还小粉自由 当晚他打电话给老白 通知他计划成功 自己已被释放 但是全部继续却被警队没收 而老白为一担忧的是 是警方有没有提到自己 老白让小粉修好房车 等他出院后继续制毒 毕竟他还没有为家里 攒到足够的钱 汉赫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两个大毒枭都已经死了 线索也随之中断 可市面上还流通着蓝色水晶 让他头痛不已 同事劝的别想那么多 一起去喝一杯 然而当他走出办公室 却看到了同事 为他准备的惊喜派对 毕竟他可是击毙了 大毒枭的孤胆英雄 看到大家为他准备的小礼物 汉赫的心里乐开来花 参加完派对 他又立即赶到医院 今天是老白出院的日子 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汉赫陷入险境 老白感到十分愧疚 汉赫却显得不以为然 如果不是这次机缘巧合 他也不会被所有同事崇拜 更不会收到这份别出心裁的礼物 这个亮晶晶的东西 正是图库的牙贴 听着汉赫侃侃而谈 老白又回想起 被图库支配的恐惧 瞬间感觉四肢无力 本以为生活回归了正常 但斯海乐总觉得 老白有很多事情都在瞒着他 尤其当他问到 为什么会有第二部手机的时候 老白还在死压的嘴硬 就是不承认 这也直接导致了 夫妻俩爆发了信任危机 倒霉到极致是种什么体验 看看小粉就知道了 他爬过高高的铁丝微蓝 站在简易厕所的旁顶 努力摆动身体 试图找到平衡 但下一秒 排泄物语节测剂的气味强强联手 让小粉体验到了 物语伦比的气绝盛宴 直接开心到干预 而这只是小粉 众多倒霉事件的其中之一 时间回到几天之前 试图俩在超市碰头 老白提议先暂时停止制毒事业 他需要时间来改善 与斯凯勒的矛盾 但是不继续制毒的话 小粉就没了经济来源 毕竟他的全部家当 都被寄图局没收 老白偷偷撒给他一个信封 里面装有600块 让他应急 但小粉却并不满足 说好的55分成 却只给600 他又拿回属于他的那份 如果不是老白 基于和图库合作 他又怎会落得 身乎纷纷的下场 突然这时 一名警察走了进来 老白便终止了谈话 与小粉约定 下次制毒时再联系 其实老白过得也不好 他甚至有愧于家庭 于是便想献殷勤 讨好老朋友 但斯凯勒并不买账 老白一天不吐露实情 他就不会给老白好脸色 渐渐的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忽视老白 面对关心 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 说一句谢谢 甚至会不带手机就出门 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 老白明白这是 斯凯勒发起的冷战 但他对此也无能为力 而小粉的遭遇 还要更悲惨一些 他的父母请来了律师 要强制收回他现在住的房子 原来在不久前 他的母亲在地下室 发现了制毒设备 小粉的肆意妄为 要老两口感到失望 于是不得已才出死下策 但小粉却并不理解 父母的两口用心 家里的东西被一件件搬出 他又身无分文 只能求助于老白 而老白刚被斯凯勒阴阳了一波 正愁眉定而发现怒火 对着小粉就是一顿语言轰炸 没过多久 搬家公司并将房子搬空 只留给小粉一筐破衣服 和一辆摩托车 他带着全部家当来投靠同学 可是人家三口之家 其乐融融 怎么看自己都是多余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而其他所谓的好兄弟也都一样 没有一个愿意收留他 到这还没有完 在他发泄完情绪后 却发现自己的摩托车 只剩下一把车锁 最后他终于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辆房车 不过却被傻春表哥 锁在停车场里 于是便发生开头滑稽的一幕 悲惨的人生从不需要解释 小粉为倒霉代言 他拖着自己的稀罕暗裤子 移步到房车中 想想自己一天的遭遇 让他忍不住失声痛哭 而身上的屎尿味 把他呛到甘雨 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抵抗 就这样他躺在地板上 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傻春表哥看到眼前的一幕 还以为禁了贼 于是拿着猎枪走进了房车 小粉表示最近遇到了困难 让他宽限几天 到时候连本带利一定不齐 傻春表哥才不过那套 直接把他赶了出去 回头就给自己朋友打电话 表示要卖掉车上的假案 这时小粉又悄悄爬了进来 直接开走了房车 男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能眼睁睁看着小粉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 老白受过了冷战 想与斯凯勒好好谈谈 他承认自己不是个称职的丈夫 总是喜怒无常 还经常不招家 他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接着对斯凯勒 对小白 以及未出生的女儿 表达了深深的爱意 然而他发自肺腑的真诚 却依然无法打动斯凯勒半分 在斯凯勒看来 夫妻之间的不信任 才是矛盾的关键所在 与其说那些有的没的 倒不如直接告诉他真相 最终老白还是没有坦白 家庭的重担他可以挑起 病痛的折磨他也可以忍受 但是自己制毒贩毒 再加上杀人 这些事他怎么说都出口 不管老白如何挽留 斯凯勒依然铁了心的离开 而在这时 他发现路边停着一辆熟悉的房车 这下老白可算找到一个发泄口 对着小粉破口大骂 小粉自知理亏 并没有存嘴 他只是想拿回属于他的那份钱 既然盈利可以对外分 那么亏损也应该共同承担 但此时的老白已经上头 把小粉从头到脚践踏个遍 却不知他也同样遭受了一天的委屈 小粉不堪其辱 直接与老白打了起来 两个生活都不如意的人 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互相推散 但毕竟全怕哨状 老白被死死的压制在下面 而小粉却迟迟没有挥下高举的拳头 除了是天涯沦漏人 争这一时之快又有什么意义呢 发现完情绪后 老白把小粉领进了家 最终他还是将挣到的钱 平均分成两份 数到最后还多出了一打 他想了想把多余的那份收了起来 随后将剩余的钱交给了小粉 经历着这一处闹剧 师徒俩的关系似乎又增进了一些 毒瘾上头对引云子有多么可怕 为了能吸上一口 竟然敢从毒贩手里抢货抢钱 而这人还是小粉的狐朋偶友 这是咋回事呢 小粉拿到钱后便返回了停车场 他为自己造成的损失急于补偿 并且表达了歉意 看着态度还算诚恳 傻出表哥原谅了他 毕竟谁能跟钱过不去呢 目前老白还没有继续制毒的消息 小粉决定再将房车停在这一顿时间 由于目前他居无定所 不得不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现在他看的这间公寓 无论是从室内格局 还是从女房东的长相 都令小粉十分满意 房东名叫珍妮 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只是代管 因为这间房子在他父亲名下 所以对于租客的要求相对严格 一开始珍妮并不想租给小粉 因为他提供不了合法的收入证明 小粉保证他会按时二点的交纳房租 并且说出被父母赶出家门的经历 也许对于小粉的遭遇 动了恻隐之心 珍妮同意将房子收给他 但前提是要多付两个月的房租 小粉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在合同上签字 能找到地方落脚就不错了 何况房东还是个心善的大美女 而此时的老白就不好过了 一个人看病输液倒还能接受 可随着而来的缴费账单 却让老白犯了难 前台阿姨送给他一个厌有希望的胸牌 想让老白继续抱有对生活的热忱 但转头就让老白给扔了 都会要活不起了 哪来的希望啊 当把他算了一笔账 这足剩下的钱刚好购付医疗费 一想到这段时间的努力化为泡影 老白的心啊 拔凉拔凉的 为了尽快给家人攒够73万美刀 老白把小粉叫到了荒郊野外 准备重逃就业 如今两人没有了销售渠道 老白打算走之前的老路 他依旧负责制作 小粉负责销售 虽说赠地少点 但最起码有钱进账 可小粉却不愿再抛头落面 自从土库事件发生之后 他便成了嫉妒局的重点监视对象 没必要为了一点小钱铤而作险 可问题是 制度是两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 不干这行 他只能喝西北风 四雷小叙之后 小粉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小粉认识几个狐朋狗友 利用这些人可以建立销售网络 而师傅俩只需要负责生产和分销 这样一来就能大大降低两人的风险 但老白却对这个计划嗤之以弊 他不希望有其他人参与进来 小粉的强硬态度让老白不得不妥协 转头他把三个伙伴叫做家中开会 从左到右 意思是胖子 瘦子 还有大傻春 小粉一改之前完事复工的样子 严肃的和三人画起了事业大饼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人寥寥无几 且大多数都有瑕疵 而他提故弄货不仅货颜稳定 质量更是堪称人间极品 任谁看这都是赚钱的大好机会 就连大傻春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就这样 小粉的销售囤队算是初步建成 根据时间结果来看 确实如小粉所说 老白出品必属精品 小小的蓝色晶体 很快便在街头巷尾流行起来 几人自然赚的是盆满钵满 然而盘子大了 总会遇到几个不守规矩的人 这天瘦子在出货时就发生了意外 一个女人谎称遇到警察 将他引到事先埋伏好的陷阱里 一昂死的货就被他一男一女给抢了 面对这些亡命之徒 瘦子只能自认倒霉 小粉觉得干销售对行很正常 总会发生一些避免不了的损耗 但老白能干吗 他本就因为小粉脱离自己的掌控感到不爽 如今货又被抢 于是开始阴阳怪气的潮膨小粉 老白说的虽然是气话 但也不无道理 毒贩被抢劫却默不作成 那便是丢了微信 只怕以后被抢的刺手会越来越多 老白回到家也不消停 他发现斯凯勒竟背着他偷偷抽烟 要知道他的预产期就在几周之后 但斯凯勒却毫不在意 斯凯勒用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排解心中的苦闷 让老白十分火大 当晚他一脸阴沉的来到小粉家 老白觉得被抢劫的事绝对不能不了了之 可怜想要做大做强 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微信 于是第二天 他从瘦子那里要到了雌雄大盗的住址 小粉发誓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话虽这么说 可他充其量就是个该溜子 借他俩点他也不敢杀人 小粉打算下问下问他们 把钱要回来这事就算拉倒 然而等了半天也没人开门 于是他悄悄潜入了屋子 结果夫妻俩并不在家 只发现一个脏兮兮的小孩 小粉接连问了几个问题 小家伙都不吭声 小粉看孩子可怜 便给他买了一份奶油汉堡填饱肚子 为了逗孩子开心 还与他做起了游戏 小家伙脏兮兮的小脸终于露出了笑容 忽然门外传来了夫妻俩的吵闹声 小粉赶紧把孩子抱回房间 让他乖乖不要出声 而他则躲在门后四季而动 当男人经过时 他一枪把子砸在男人后脑勺上 这俩货看着手枪直接投降 他让两人交出抢走的货 女人去谎称已经刻完 小粉又不是傻子 像这种瘾君子 他见的太多了 听到小粉放出狠话 两人这才撅起屁股 从那个地方掏出两袋蓝色水晶 他打眼一瞅 这分量就明显不够 而当他质问两人时 这两个奇葩居然开始推卸责任 小粉不想再废话了 直言一定要在他们身上开几个洞 要不然男平心中的怒火 偏偏这时 小家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可恶的女人一把将他搂进怀里 当做挡箭牌 小粉服了 但他发誓 如果不拿回自己的钱 那么两人这辈子 也别想再碰到任何毒品 这时男人却说他们有钱 而且就在后院 可能小粉看到他所谓的钱 就是个提款机时 心中有一万头星星马奔袭而过 原来就在不久前 这两个疯子从一家便利店 把这个玩意打劫回来 而且还丧性病狂的将店主杀害 为了吸毒 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人性 小粉不理解像这种垃圾人 怎么也配拥有孩子 小粉让男人滚一边下 自己抡起了大锤 他现在只想快点拿到钱 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 与此同时 老白的前女友小秦到家中做客 斯凯勒从始至终都认为 是艾利奥特两口子 在垫付老白的医疗费用 因此表现得十分热情 却不知这一切都是老白的火焰 好在小秦的情商极高 没有当初戳穿 但他不理解 为什么老白要向家人撒谎 老白没有做出解释 只是希望他能保守秘密 其实对于曾经的恋人 老白是有怨恨的 当初他和小秦 还有艾利奥特三人一起创业 谁知最后那两人走到了一起 老白一时赌气 并卖掉了原始谷 没正想这两人利用老白的研究成果 转子盆满钵满 还以此成立了公司 也正因如此 老白才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援助 在他认定的事实面前 小秦的所有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小秦不想再牵扯进老白的谎言中 于是当晚向斯凯勒表示 不会再自助老白的治疗 还好他念于两人当年的情谊 没有接触老白的谎言 这个消息对于斯凯勒而言 如同青天霹雳 相反老白心里却乐开了花 多亏了这个小插曲 他与斯凯勒的关系 才有所缓和 小粉这边依然没有取得进展 闲来无视 他和小家伙玩起了游戏 谁知却被女人趁机偷袭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男人正试图将 提款机的底盘撞开 而女人则一直朝他索要毒品 但男人却并不想给他自己那份 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女人 这可把毒瘾上头的小小女儿 给整起眼了 对于男人的死 他丝毫不在意 只想拿走毒品 再嗨上一轮 小粉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瞠目结舌 冷静下来后 他赶紧擦掉自己留下的痕迹 突然这时 久久没有打开的提款机 竟然自己弹开 他立马将钱收了起来 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李祖先突然想起屋内 还有个小男孩 他把孩子抱到门口 给他披上了毯子 上天给了小粉悲天悯人的心 却没有给他拯救 众生于水火的本领 他能为小男孩做的 也只有把他交给警察安置了 墨西哥的毒瘟 究竟有多嚣张 他们不仅公然挑衅嫉妒警察 甚至还专门送上了人头炸弹 那么为什么汉克会出现在这呢 时间回到几天之前 汉克因为过人的胆识 受到上级的嘉许 因此把他派遣到边境 执行跨境任务 这对汉克而言 无疑是自升职的机会 然而等他到了岗位就职时 才深深感受到 两个地区间的文化差异 同事之间交流 使用的都是西班牙语 他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咯咯不入 只能跟着放声大笑 可这却反倒让他看起来像个傻子 对于这些 汉克还可以免行接受 可最令他感到不爽的 是当地警方对于线人的态度 好吃好喝弓着 却迟迟不敢透露情报 这在他管辖的区域内 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面对汉克的步步紧逼 线人却振振有词 他说自己的外号叫做乌龟 形势风格虽然慢慢悠悠 但他却总能赢到最后 懵逼的汉克一脸懵逼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入乡随俗吧 转眼到了毒贩交易的日子 然而等了许久 却迟迟不见人的踪影 放眼望去只有无边无际的荒凉 对于情报的真假 汉克提出质疑 可获得的却是同事 对外来人的嘲讽 汉克并没有过多在意 将毒贩一网打尽 才是他来这的目的 不知过了多久 汉克终于有所发现 一望无际的荒漠上 似乎有东西在移动 而当他看清移动的物体时 却让汉克感到背脊发凉 警队立刻驱车来到现场 显然毒贩已经发现了现人的身份 于是让他得偿所愿 变成了一只真正的乌龟 汉克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当场就恶心的想吐 他谎称去拿正物袋 想趁机去一旁透透气 同事们在一旁嘲笑汉克没见过世面 但很快他们就为自己的无畏 付出了惨痛代价 此时此刻 汉克终于见识到了 墨西哥毒枭的非人手段 刚刚还嘲笑他的同事 直接被炸断了一条腿 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用皮带勒紧大腿 帮助同事止血 然而身体的伤 虽然可以渐渐治愈 但心里的阴影 却将伴随他一生 自那以后 汉克便把自己关在家里 油盐不尽 玛丽担心他抑郁成疾 于是便把老白叫到家里调解 可即便如此 汉克依旧不想多言 他认为这世上 没人可以体会到 他心中的恐惧与不甘 老白当然可以对汉克的遭遇 感同身受 他又何尝不是遭遇 癌症晚期的折磨呢 但生活还得继续 一味的逃避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而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直面恐惧 老白的这一戏话 如同一道惊雷 直击汉克的天灵盖 而此时同样遭受 心理创伤的人 还有小粉 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始终在他脑海中挥散不去 不得不依靠毒品 来麻醉自己 老白让他抓紧调整状态 继续贩毒 可小粉目前却只想着逃避现实 无奈之下 老白只能亲自走上闲线 为几人供货 三个小弟第一次见到海森堡大人 都显得毕恭毕敬 连表忠心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最近圈里的人都带船 是小粉用提款机将男人砸死 也正因如此 那些喜欢赖账的尹君子 都变得乖乖听话 但三人还是想知道 这个传言是否属实 老白倒觉得这是个机会 索性将错就错 这样的传言 对于两人的制毒事业 无疑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得知这一利好 老白想要趁热打铁 一半里传开 师徒俩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 如此一来 想不发财都难 就终在老白的鼓动下 小粉一扫之前的阴霾 刚刚还有些担心的他 如今薛香飞打得鸡血一般 活力四射 转头他就把三人聚集到一块 向他们传达着毒霸市场的思想 三人也都跃跃一试 准备招兵买马大干一场 就这样 师徒俩的团队再度壮大 本以为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仅仅过了一天 傻春就被卧底警察抓获 一旦他供出是谁提供的水晶 那么老白将不得不直接面对 刚刚燃起斗志的汉客 因此本剧中最迷人的角色之一 风骚律师索尔登场 风光无限的骚气律师 怎么会被老白和小粉绑到荒郊野外呢 在上一集中 被老白成功洗脑的小粉 召集坐下三元大将 传达了自己大展宏图的野心 而小粉不仅在事业上搞得顺风顺水 感情上也是春风得意 漂亮的女方东已经钻进了她的被窝 肉体上得到满足的小粉 还想在精神上来一次升华 他希望两人一起抽上一袋 不过却被珍妮拒绝 曾经的他也是一个隐君子 不过在父亲的帮助下 已经成功戒毒十八个月 他不想在这个结果眼马施前提 另一头 斯凯勒农装艳抹准备重新上班 自从得知小新停止援助后 斯凯勒倍感压力 于是回到曾经的公司 干起了会计的老本行 而眼前帅气的老板 曾经还骚扰过斯凯勒 但他对此并不在意 不信你看他表情就知道了 老白当然不想媳妇 穿成这样抛头露面 毕竟现在他也不差钱 如今师徒俩挣到的钱 不用点超机根本数不过来 但他也只能将怨气 投入到事业当中 在小粉跟两人分完钱后 老白却发现数目不对 原来是傻春还没有及时上交 小粉相信自己的兄弟不贵差事 但老白的眼里 却容不下一粒沙子 小粉想了想 也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可当电话接通后 才知道傻春已经被抓 小粉确信他不会供出两人 他真的会是这样吗 从目前来看 两人还算安全 因为傻春对提款机事件 还有所忌惮 便以警察软硬兼施 也无法让他开口 就在电视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闪亮登场 索尔不仅油嘴花蛇 且极眉节操 骂人不带当字 是他的看家本领 他使用自己律师的权利 将警察赶出水讯室 在他面前 警察也不得不忍气吞声 起初索尔根本不在乎这件案子 因为他把傻春 和另一个暴露狂的案子弄混了 但问题不大 只要给钱 无论是谁他都照单全收 别看索尔一副不太靠谱的样子 其实他的能力在黑白两道都皆有口碑 因此不少坐牵犯科的人 都曾通过他避免了牢狱之灾 摆脱希摩德汉克 重新返回嫉妒局 在上岗的第一天 就得知了傻春被抓的大好消息 这下离抓到海森堡的日子 又近了一天 而此时的海森堡本尊 来到了索尔律师行 看着略显轻浮的办公场所 两人都不想暴露身份 贸然进去询问 于是老白又使出了 全宇宙最公平的方法 抛硬币 结果那他又输了 老白假装傻春的输出面见索尔 而根据他的分析 傻春的处境不容乐观 因为他牵扯进 基督局正在查办的案件当中 警方一直在追踪一个 叫海森堡的制度大神 而傻春想要重获自由 就必须供出海森堡 否则只能牢底做穿 天天帮人捡香皂 听到这话索尔直接笑了 原来那个被砸的家伙 也是他的客户 索尔早就知晓了来龙去脉 眼见无计可施 老白直接开架一万美刀 不为别的 只求傻春不供出海森堡 索尔看着咳嗽的老白若有所思 最终还是没有答应下来 他觉得这件事大有蹊跷 看来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白打算实施B计划 于是当晚趁着索尔下班时 师徒俩把他绑到了荒郊野外 索尔还以为是愁家寻仇 几里巴拉的说了好几种语言求饶 其实师徒俩只是想让他为傻春辩护 但前提是不能供出海森堡 否则就杀他妹口 索尔就纳了闷的 如果想要保守秘密 那直接杀了傻春不是更为妥当吗 你们俩能不能专业一点 在他的灵牙历史面前 两人根本插不上话 把老白气得咔咔之咳嗽 听到熟悉的咳嗽声 索尔直接认出了老白 既然事已至此 两人也不再隐瞒 索尔表示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三人和和气气也能把这事解决 我给你们当律师不就完了吗 他让师徒俩每人塞给他一美金 算是律师与委托人递结的保密协议 这样才能确保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老白和小粉按他的话照做 索尔也正式成为两人的律师 而他也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 隔天在索尔的干预下 傻春供出了海森堡的体貌特征 只是具体姓甚名谁 他也不知情 但他愿意配合警方引蛇出动 其实这全部都是索尔的计划 他已经替老白找好了替罪羔羊 男人没叫吉米 曾被关押整整四十四年 被关了这么长时间 他根本无法适应当今残酷的社会 于是索性看起了顶包坐牢的勾当 而这次的买卖 除了张口就要了八万 五万作为首预配 只留给吉米三万 黑是黑了点 但眼下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师徒俩只能乖乖付钱 第二天 傻春按照计划来到指定地点街头 警方则在一旁静观其变 师徒俩不放心 也在远处观望 突然这时 一个提着箱子的光头坐在了长椅上 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吉米 傻春以为订话开始 便准备交互 谁知对方根本不鸟他 此时真正的坚民也缓缓走来 而且就坐到了另一张椅子上 照这样发展下去 所有的计划都将泡汤 于是老白决定铤而走险 他让小本去提醒傻春 而他自一脚油门 窜到了汉客面前 在老白挡住汉客事先的空档 小本趁机走到傻春身后提醒 师徒俩也真是默契 小本前脚刚离开 老白把车开走了 等警方恢复监视后 傻春也和吉米完成了交易 就这样 冒牌的海森堡被警方当场抓捕 鼎鼎大名的海森堡落网 基督局上下都很兴奋 唯独汉客感觉事有蹊跷 这憨憨的光头 怎么看也不像高智商罪犯 但不管怎样 这起案件总算落下帷幕 事后苏尔找到老白 想要与他继续合作 他明白制度的账款 没法光明正大的花销 于是被想为老白开通洗钱服务 起初老白并没有打算 与他狼威为奸 直到在一次换招结束后 他看到已经扩散的癌细胞 深知自己已时日无多 思来想去之后 还是来到了索尔的律师事务所 一老一少被困在花凉的平原之上 他们不仅要面对断神少凉的危机 骤降的气温 也令两人苦不开言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手机仅存的一点电量 也在球员时被消耗殆尽 孤立无援的绝望 在狭小的房车内肆意蔓延 此时的老白肯定非常懊悔 为什么要参加三天前的那次体检 原本检查结果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晓 但老白无意间瞟到广告牌上的CT倒影 尽管他对医学一窍不通 可那一大片的黑影 还是让他心里发毛 联想到最近咳嗽的越发厉害 他感觉自己已时日无多 于是被想在临死前再干上一票 可老白那点小钱 索尔根本看不上 抛出他高达17%的手续费后 能留给家人的钱也所剩无几 无法自拔 根本没注意到来电 直到达陆基里传出老白的声音 他才慌忙的接起电话 老白想把房车开到郊外 连续制毒四天四夜 随之小粉直接拒绝 他已经和珍妮约好 要一起去博物馆感受艺术的熏陶 无奈之下 老白只能谎称那桶甲安马上就要变质 错过这次机会 那他们只能再偷一头 这下小粉不再抱怨 他可不想再隐身犯险 老白为了给自己腾出时间 谎称要去看网年迈的母亲 而斯凯勒前脚刚走 老白便走出了机场 没过多久 小粉没驾驶房车来到了老白面前 师徒俩远离城市的喧嚣 驶入了一望无际的平原 在美景的验尘下 开始做工作前的准备 在时小粉把钥匙扔向了工作台 老白让他把钥匙收好 毕竟这是爷俩唯一的成钥匙 小粉不想听到倒闭刀 直接把钥匙插进了点火开关 然而却没有注意到 电源已经被打开 一切准备究竟后 师徒俩开启了繁重的工作 如今小粉已经可以跟上老白的节奏 两人的配合也是越来越默契 无需多元 一个眼神并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虽然平时总是看对方不顺眼 但在制毒时 两人更像是望远知己相互慰藉 小粉休息时 老白做着三号工作 老白休息时 小粉则盯着设备的运转 虽然很疲惫 但两人乐在其中 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两天两夜 师徒俩终于迎来收获的日子 整整一大箱的水晶 足足有42磅 那么具体能卖多少钱呢 经过老白掐指一算 每人都可以得到67.2万每刀 师徒俩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 狂喜之余 两人准备在附近找件旅馆 好好休息一下 做个大保健啥的 可当小粉点火时 却迟迟没有反应 那能有反应吗 电早就耗光了 好点问题不大 还有发电机可以充电 老白从车里抽出汽油 加到发电机中 可小粉笨手笨脚的 把汽油撒得哪哪都是 结果在拉线时 发生了爆炸 老白赶紧去拿灭火器 而小粉那个大聪明 拎着一桶水就倒了上去 要知道 这可是两人仅存的一点饮用水 全止他活命呢 就这样 师徒俩被困在了荒芜人烟的郊外 小粉给兽子打电话求助 可直到深夜兽子都没有出现 原来他找错了地方 偏偏这时 手机最后一根电也已耗尽 两人只能裹着睡袋 勉强度过寒冷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 老白想尝试手摇发电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小粉和老白轮流上阵 正午的猎羊又毒又辣 加速了两人体力的流失 转眼过去了大半天 老白估摸着也差不多了 小粉忐忑不安的扭动钥匙 车子终于有了反应 小粉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 也随着车子的熄火渐渐破灭 而此时的老白坐在一片荒草之中 满手都是咳出的鲜血 看来他真的是要大陷将至了 正所谓人之将死 奇言也善 老白开始忏悔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小粉不愿意听他在这自怨自艺 实验室里这么多宝贝 凭借老白的聪明材质 就不能造出个火箭发射器 或者机器人 甚至是电池之类的吗 听到电池两个字 老白瞬间来了精神 他让小粉赶紧收集各种金属制品 只要是镀心的就行 他又带两人脱离险境 鲁迅先生曾说过 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 老白很好地评识了这一点 他把零零散散的金属零件变费为宝 还真就造出了一个简易蓄电池 测试了一下 嗯 非常OK 果不其然 车子被成功发动 然而师徒俩已经没有了欢呼雀跃的利息 小粉把老白送回了机场 今天也是老白体检出结果的日子 小粉向他保证 无论发生什么 老白的家人都会得到应得的那份 其后余生的经历 让两人产生了占有一般的信任 随后老白和家人一同来到医院 他已经做好了接受死亡的准备 但万万没想到 长时间的治疗真的起了作用 老白的肿瘤继胞已经减少了80% 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而老白经常性的咳嗽 是因为得了组织炎症 这是放射性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 咳血的话可能是因为食道破裂导致 还需要医院进一步观察 但就目前而言 老白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 可唯独老白高兴不起来 老天给了他重生的机会 但他双手已经沾满了罪孽 本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制毒 谁知老天开了个这么大的玩笑 那么老白还能变回曾经的老白吗 在《绝命毒石》这部剧中 老白的名场面有很多 接下来的一幕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之一 两个毒贩朝着他步步紧逼 老白上下打凉了一番 不但没怂 相反还给出了十分霸气的回应 此时老白目露熏光 散发出强大的气场 两个毒贩被震慑得连连后退 只能落荒而逃 老白如同猛兽一般 看着敌人逃指摇摇 内心极为满足 但其实在一天之前 老白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 他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就是想为家人留点钱 如今钱有了 他的病情也得到缓解 于是便打算金盆洗手 重新回归家庭 小粉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尊重老白的决定 其实这样也挺好 把手里的货卖完 也足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如今小粉与珍妮的感情日渐升温 宛如新婚的小夫妻一般甜蜜 直到这天 珍妮的父亲老唐来看望女儿 珍妮急忙跑回自己的房间 给父亲开门 因为他曾有过吸毒史 所以老唐时不时的过来关心一下 但这却给珍妮造成了无形的压力 小粉见状也凑了过来 他觉得理应认识一下未来的老丈人 可珍妮的态度却异常冷淡 向老唐介绍这是熄来的族客 说完珍妮便把父亲领进了门 留下小粉不知所措 难道是自己错付了吗 事后小粉表达了心中的不满 但其实珍妮也有苦衷 他总不能告诉父亲男友是个毒贩吧 虽然跟小粉在一起很欢乐 但他也知道两人是没有未来的 感情说索的小粉 通过吸毒来麻痹自己 这时门缝下飘进一张白纸 珍妮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伤人 所以画了幅道歉女孩的手绘请求原谅 小粉的脸上再次露出不争气的笑容 他已经完全被珍妮拿捏住了 斯凯勒为了庆祝老白病情好转 在家里举办了派对 还感谢了没有到场的小琴两口子 若不是他们的资助 老白也不能重获新生 这让老白感到极为憋屈 他之所以能站在这里 还不是他过着刀口舔血般的生活换来的 于是轮到老白发表感受时 他也只是简单说了一句吃好喝好 就少少结束了发言 向斯凯勒好不容易炒热的气氛 泼了一盆冷水 郁闷的老白本想一醉方休 这时一旁的汉客向小白吹嘘 自己在边境的所见所闻 老白就静静的听他吹牛杯 也不知道是谁从边境回来后 被吓得连污都不敢出 但这也没办法呀 他与汉客就好比领养两极 一个在明一个在暗 汉客可以光明正大炫耀自己的光荣事迹 而他则不得不将那些见不得光的牺牲埋藏心底 他多想告诉儿子 自己才是拟质的崇拜的人 赌气的老白像小孩似的 硬生给小白倒了一杯烈酒 小白也是实惠 一口就给干了 老白又连忙给他倒上第二杯 就这样 小白陪着老爹喝下了第二杯酒 到这还没完 就在要倒下第三杯时 汉客终于看不下去了 伸手堵住背口 可结果呢 汉客知道老白已经喝醉 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可老白却依旧咄咄逼逼人 而就在两人剑拔弩张时 小白受不了烈酒的冲击 当场吐在了泳池里 这才给这场闹剧 画上了休止符 而老白摆出一副 胜利者的姿态 将杯中的烈酒一饮而尽 回味其中的甘甜 第二天一早 清醒过来的老白 感到羞愧难当 他赶紧打电话 给斯凯瑞求原谅 而他对老白的行为 失望透顶 根本不想理会 老白想做点家务 来减轻负罪感 可水龙头里流出的全是嗅水 原来家里的热水器 早已满目疮痍 他心想也是时候该换了 老白的挑选要求 非常简单粗暴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钱不是问题 好不容易将这尾器安装好 又发现地板 因为长时间的浸泡变得溃烂 这才意识到 自己这个丈夫 当的有多不称职 可就在老白跑东跑西 购买材料时 斯凯勒正一把鼻听 一把泪的像泰德大吐苦水 泰德本就对斯凯勒 暗生行诉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安慰了一下 当然斯凯勒也没有反抗 而他回到家后 就摆出一副臭脸 看着老白从里到外 搬运废弃材料 他却觉得这些事情 老白早就该做了 自从上司与泰德接触后 斯凯勒被对其念念不忘 当看到泰德经过时 他竟然故意打翻笔筒 吸引泰德的注意 只为了能与他有片刻的交流 而此时的老白 还得为家里添砖加瓦 忽然一个购物车里的物品 吸引了他的注意 仔细一看 这不都是制毒用的家伙事吗 这时一个长着 吸血鬼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 老白本不想多管闲事 但出于直接习惯 还是好心提醒他买错了物品 并且劝告他 不要在同一个地方 买这么多东西 你这不是勤等着挨抓吗 你到底懂不懂制毒啊 两句话给吸血鬼问麻了 裤子都没来得及提 转身就跑 老白还在想 这个年轻人真是如此不可教 可等到结账时 才意识到不对劲 海森宝还没退意呢 他们居然敢在自己地盘制毒 老白放下游戏 便追了过去 等看到眼前的一幕 更是怒不可遏 他们竟然也打算用房车制毒 此时的老白彰显大毒枭的细致 静止朝两人走着过去 光头见得来势汹汹 但也没有丝毫退让 老白眼中充满不屑 你模仿我头型就算了 还要模仿我的模式 熟能忍 神也不能忍啊 老白犀利的眼神 仿佛是一把尖刀 扎得两个毒贩节节败退 其实老白根本没法 抑制心中制毒的渴望 犯罪带来的快感 让他欲罢不能 他的野心也在这一刻展露无遗 如果这个城市只能贩卖一种病毒 那么也只能出自他海森堡之手 毒贩之间争夺地盘的手段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天 胖子如往常一样在街头贩卖蓝兵 一辆车缓缓停在了他的面前 他试担性的询问对面来意 这两人一言不发 胖子还以为是来找啥 于是亮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枪 可那辆车并没有走远 而是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胖子预感情况不妙 立即寻求兄弟们的支援 这时开头的小男孩 围绕胖子转起了圈圈 胖子的幻音刚落 那辆车就暗响了喇叭 好像是在传递某种信号 果不其然 身后传来咔嚓一声 胖子可能到死都想不到 毒贩居然会利用小孩子行凶杀人 不过这也只能怪他形势太过高调 另一边 院方正与老白谈论治疗计划 他的肿瘤细胞虽然已经大幅减少 但肺部的炎症 如果放任不管 依然会危机生病 因此主治医师建议老白 做切除肺叶的手术 而治疗费用大概需要20万每刀 斯凯勒顿感压力山大 但老白没有丝毫有余 直接同意手术 时间就定在一个月之后 因为再过两周 就是斯凯勒的预产期 老白可不想错过女儿的出生 胖子的死将销售团队均心混散 如今圈里的人都已知道 提款机事件就是谣言 没有人会再祭奠小粉 贩毒之路已经寸步难行 更被吹的是 傻春早已跑路 兽子也表示要退出团队 师徒俩没了销售人员 都变得很急躁 开始相互指责 索尔打断两人无意义的争吵 在他看来 毒贩在蒸地盘时 挨枪子是很正常的事 当得知两人手里的货 还有17公斤时 索尔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作用金山却卖不出去 有个屁用 老白表示他们需要严密的组织架构 需要靠得住的销售网络 需要更多有实力的精兵强项 就是因为缺少这些必备条件 所以两人才总是进一步退两步 而在索尔亚里 师徒俩就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能走到今天这步 就已经是稍高香了 与其自己费力单干 倒不如找个靠谱的人合作 听闻此言 老白瞬间来了兴趣 不过此人形势极为谨慎 就算是索尔也需要多方打点 才能联系到此人 他让两人先回去 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 回到家的小粉 直接摊牌目前的处境 他不想让珍妮跟着惹祸上身 于是便让他离自己远一点 而珍妮在一番挣扎之后 还是决定陪在小粉身边 戒毒18个月的努力 算是白费了 老白这边收到消息 对方约他在一间炸鸡店碰头 可放眼望去 这里除了顾客就是店员 看谁都没有毒贩大佬的气质 小粉因为嗑药而迟到了一小时 但他并不在意 只想知道街头人是谁 这点老白也不清楚 在这期间 唯一与他们接触的人 只有炸鸡店的老板 两人又等了好一阵子 但街头人始终没有现身 老白只好先来到医院 陪媳妇产检 晚事后斯凯勒表示 今晚要晚点回家 因为公司的老板今天过生日 公司的同事 为泰德举办了惊喜派对 而他却偏偏要斯凯勒 唱一首生日歌 才肯吹蜡烛 斯凯勒本想推脱 但气氛已经到这了 再不唱就是不给面子 于是整理好情绪 开始了烧气的表演 如果不是还怀着孕 恐怕老白的光头 已经变成绿皮的了 而此时的老白 异常的郁闷 因为那名商人 拒绝了与他合作 明明连面都没见到 怎么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 老白非常的不服气 于是第二天 又来到炸鸡店等候 心想也许 那个神秘人 就在某处注视他 可直到深夜 依然没有人过来搭查 这时老白透过倒影 注意到了炸鸡店的老板 隐隐隐约 察觉到了什么 老白也不废话 直奔主题 而老白也是真的谨慎 始终不承认 他就是老白要等的人 但种种迹象都表明 炸鸡叔就是那个 隐藏于世的大毒枭 老白觉得他心思缜密 形势低调 这一点与自己很像 虽然据说老白的货非常哇塞 但他从来不与有独眼的人合作 他觉得那样的人靠不住 老白理解扎鸡叔的顾虑 但他保证会暗示二点的交货 扎鸡叔根本不用见到小粉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扎鸡叔也有些许心动 可他没有直接答应老白 而是让他等消息 临走前还留给老白一个忠告 此时的小粉还在为胖子的死自责 还彻底陷入了泥潭 这时珍妮掏出一样好东西 要为小粉排忧解难 原来珍妮的独眼要比小粉大得多 不仅玩的花花 危害性也更大 小粉虽然常年混聚于街头 但与珍妮相比 他就是个弟弟 珍妮让他不要担心 用心去感受这份快感 一针下去之后 小粉的世界开始天旋地转 而就在小粉飘飘欲先的时候 老白接到了扎鸡叔的交易短信 他马不停蹄的来到店里 扎鸡叔的小弟告诉他一小时后交货 如果老白超出实现 那么以后再也不用合作了 很明显 这是扎鸡叔对老白的考验 他立马给小粉打电话 但小粉现在可没有时间接听 无奈之下 老白只好亲自去小粉家求货 可偏偏这个紧急时刻 两人的小女儿即将出生 老白这边无论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 情急之下 他只能破门而入 此时的小粉已经神志不清 挨着老白两个大嘴巴子 这才勉强说出蓝冰的藏匿处 老白从水槽下面的暗层里翻出蓝冰 可就在这时 一条短信直接让老白六神无主 一边是千载单房的合作机会 一边是女儿诞生的重大时刻 老白又将做何选择呢 老白纠结万分 但在权衡利弊之后 他还是果断选择了贤者 与扎鸡叔的交易势在必行 毕竟没有钱的话 也无法让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 当老白赶到医院时 斯凯勒已经顺利产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老白将小家伙涌入怀中 眼中尽是宠爱 但母女俩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 都要多亏泰德 其实把斯凯勒送到医院 看到这一幕 老白的内心多少有点愤怒 好在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年过半百的老白喜得亲近 而且又与扎鸡叔做了一笔大买卖 他用120万每刀 买下了师徒俩全部的存货 老白累死累活的付出 总算是没有白费 而小粉这边就惨了 一觉醒来发现家中被人破门而入 当他看到厨房一地狼藉时 本能地偷向水晓卡看 原本藏起来的货早已不翼而飞 然而他却想不起来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焦急的小粉只好拨通老白的电话 炸鸡叔说的果然没错 隐君子是真的不可靠 为了给小粉一点教训 老白并没有告诉他实情 但很快小粉就找到了老白 他已经从电话录音中得知了真相 他埋怨老白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孩子白白担心了一整天 可老白根本不想理会小粉 直言他就是个大乌事的独虫 小粉明白老白已经完成了交易 于是想拿回自己那份 120万 抛出苏尔20%的抽成 每人还能分得48万 但老白却拒绝将钱交到他手 除非他能戒掉毒瘾 小粉表示自己早就不吸毒了 炒的东西都恶心 老白哪能信他的鬼话 直接扔给他一个杯子 让他撒泡尿咽一下 其实小粉知道老白是在说气话 但自己难过时 只有珍妮陪在身边 他不允许任何人说珍妮的坏话 马上就要到老白动手术的日子 为了给老父亲筹得治疗费用 董事的小白建立了一个募捐网站 这份孝心感动了家人 可唯独自尊心极强的老白难以接受 无奈的老白只能找索尔诉苦 明明自己有一大笔钱 却花不了 还告诉不了家人 这太荒唐了 而小白做的募捐网站 在老白看来就是网络乞讨 不过索尔却认为 这是个洗钱的好机会 他恰好认识个黑客 可以远程操控世界上任何一台电脑 通过他就能把老白的钱 从不同的IP地址 一笔一笔的汇进银行账户 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眼下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老白也只能妥协 自从上次体验到注射的快感之后 小粉便一发不可收视 迷迷糊糊之间 他将老白欠他钱的事告诉了珍妮 原本珍妮以为只是一笔小钱 哪成想居然有四十把万 他赶紧将平躺的小粉发了过来 以防他被自己的呕吐物强盗 珍妮忽扇着漂亮的大眼睛 若有所思 第二天 老唐在戒毒所内没能等来珍妮 于是直接杀到了女儿的住处 恰好碰到刚出门的珍妮 老唐怒不可遏 直接冲进了小粉的房子 当他看见小粉以及桌上的毒品时 他对女儿最后一丝期待也瞬间破灭 老唐想要报警抓捕小粉 情急之下 珍妮同意和小粉分开 并且会乖乖戒毒 在女儿的苦苦哀求下 老唐的心又软了下来 他答应放过小粉 但也只给珍妮一天时间 明天必须回到戒毒所 然而珍妮只是假意屈服 他早已做好了打算 他帮小粉拿回钱 然后两日远走高飞 老白觉得这是珍妮的勒索 他自然不会同意 哪成想这个小妮子也不是好惹的 不得不再次佩服杂妮叔的深谋远虑 隐君子果然没有一个可靠的 老白无可奈何 只好带着嫌来到小粉家 他本想劝小粉回头试案 不要再做傻事 谁知珍妮根本不给机会 直接把老白拒之门外 其实小粉并不想这样对待老白 毕竟师徒俩已经合作了这么久 但看见珍妮兴奋的规划着两人的未来 小粉那一丝丝愧疚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两人细事淡淡的表示要戒毒 从今往后再也不碰任何毒品 这话说出来容易 一夜暴富的隐君子想要戒毒 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倍感失望的老白去了酒吧买醉 在这遇到了同样郁闷的老唐 两个失落的中年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但最终的话题都会落到各自的孩子身上 老唐对堕落的女儿深表痛心 老白也对如同儿子一般的小粉无可奈何 孩子们总是一意故行 听不进任何劝告 师徒俩合作了这么久 小粉在老白心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 思来想去 老白还是想再劝劝小粉 他透过损坏的文板朝屋里望去 两人果然没能抑制住吸毒的冲动 老白试图叫醒小粉 却不经意间让彻卧的珍妮翻了过去 谁知老白的无意之举却引发了一场意外 意识模糊的珍妮开始呕吐 因为平躺的缘故 他可能会被自己的呕吐误呛死 老白本打算施以援手 但内心挣扎一番后 还是选择了袖手旁观 或许是担心珍妮会暴露秘密 或许是不想小粉脱离自己的掌控 总之老白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珍妮 直到他彻底没了信息 一条鲜活的生命在老白眼前香消玉允 在一刻他的内心是崩溃的 但这种悲伤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 老白就收住了鳄鱼的眼泪 他的眼神逐渐变得犀利 犀利到令人胆寒 两个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 抬着满箱的钻壁残肢缓步前行 在黑白背景的阴沉下 独眼的粉色玩具熊显得格外刺眼 救援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反过这里刚经历了可怕的战争 而这起惨剧的起因 竟然是因为老白的见死不救 一切还要从三周前说起 小粉一觉醒来 发现珍妮已经没了气息 他天真的以为使用心脏复苏 就可以让心爱的女孩起死回生 可事实证明 这一切只不过都是徒劳 伤心欲绝的小粉拨通了老白的电话 老白听着已经知道的事实 内心五味杂陈 他让小粉先稳定情绪 自己会找索尔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没过多久 一个墨镜老帅哥 就来到了小粉面前 他叫麦克 曾是一名高级警察 不过现在是杂鸡叔的手下 有了警察的经历 麦克处理起犯罪现场 显得德行应手 干净利落地收走 所有对小粉不利的证据 一切结束后 他叫小粉应付警察的说辞 可小粉还沉浸在 悲伤的情绪中 根本听不进去 麦克无奈 至少动用非常手段 不久后 老唐按照约定来接女儿戒毒 然而看到的 却是珍妮冰冷的尸体 回答工作人员的问题 直到离开 他都没有和小粉说过一句话 偌大的房间里 又只剩下小粉一人 索尔已经安排黑客 往募捐的账号里打钱 短短几天时间里 就已经筹集了2800元每刀 但老白却并不关心 自从珍妮死后 小粉便下落不明 好在索尔利用人脉 发现了小粉的情绪 在麦克的帮助下 俩然来到一处破败的民房 但这里并不安全 不仅有警方的眼线 而且里面全都是 穷凶极恶的尹君子 麦克想替老白去寻找小粉 不过老白还是 毅然居然地下了车 昏暗的房间里 弥漫着毒品的恶臭 尹君子遍布房间的每个角落 当老白找到小粉时 他正处于昏迷状态 通过坐见自己 来逃避那残酷的现实 老白拼尽全力拉起小粉 又带他走出这人间地狱 恍惚之间 小粉紧紧抱住老白 他再也无法压制 悲伤的情绪 放生大哭 人有生老三千级 唯有相思不可疑 老白轻声安慰着小粉 小粉也把老白当作唯一的倚靠 这你的死 让师徒俩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此时的基督局内 蓝冰的案情有了最新进展 自从胖子死后 本事的蓝冰虽然销声匿迹 但是却在全国各地接连出现 汉克由此推断 上次被捕的光头 只是个替死鬼 真正的海森堡 依然逍遥法外 这天基督局来了三位资深纳税人 他们都为基督工作 费了不少心血 因此领导安排汉克为几人汇报工作 而扎基书也在其中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扎基书通过投资的形式 深入基督局内部 就是为了掌握警方第一手情报 但这次他却有了意外收获 一旁的捐款箱上 赫然是老白的头像 一番询问之后 才知道老白曾身份绝症 而且还是汉克的连桥 那么他与老白的合作 还能够顺利进行吗 此时老白将小粉送进一家高档接触所 他马上就要进行肺液解除手术 如果自己倒在了手术台上 索尔会照顾小粉 他的钱也在索尔那里保管 但小粉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 珍妮的死对她打击太大 恐怕只有时间才能抚平她的心伤 老白安顿好小粉后 发现家里来了记者 原来小白的网站截止到目前 已经筹得6300美元的善款 玛丽的记者朋友得知后 便来到家中采访 在镜头前老白努力保持镇定 但当听到小白的夸赞时 却让老白坐立难安 小白把父亲当作自己的偶像 老白却心虚得很 如果儿子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又会作何感想 几天后 老白终于迎来了手术的日子 一家人紧紧相拥 生怕这是最后一面 但这温馨的氛围转瞬即逝 老白在麻药的作用下说漏了嘴 斯海勒本着对老白的第二部手机耿耿于怀 如今一句无心之词 再度调取他敏感的神经 这下算是坐实了老白之前的谎言 老白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医生成功切除了他感染的肺液 独立生活后 回家就开始整理衣物 准备去玛丽家度过周末 他留给老白两天时间收拾东西 要他在周一之前搬出这个家 斯海勒本以为老白和小秦有不正当关系 但经过反复缺认后才得知 小秦两口子从来都没有资助过老白 那么你治病的钱到底从何而来 除此之外 老白之前谎称去看望母亲 然而老人家直到斯海勒打去电话 才知道儿子身患绝症 斯海勒已经收购了谎话连篇 老白的各种诡辩着实伤透了他的心 他不懂曾经深爱的丈夫 为何如今变得既陌生又可怕 老白死死地把住车门 想要做最后的挽留 最终斯海勒还是铁了心地要离开 他对老白早已失望透顶 与此同时 经历了丧女之痛的老唐 已经重回工作岗位 而他所从事的是航空调度工作 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容不得半点马虎 可今天的老唐有些不在状态 额头冷汗直流 耳边响起阵阵轰鸣 他一时的分神 结果导致两架客机的轨迹冲合 亮起了警报 此时的老白坐着勇士边怅然弱势 还在纠结今后的生活该怎么继续 突然这时 巨大的爆炸声将老白拉回现实 两架客机在空中相撞 爆发出遥远的光芒 无数的飞机残骸 从四面八方静止落向地面 掉落进勇池中的物品 正是那只粉色玩具熊 老白的粉色上衣与玩具熊交相回应 不知道这是否也运势了老白的结局 卷命毒师第二季 到这里先暂时落下帷幕 而老白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还在继续 更多刺激紧张的剧情 让咱们在第三季共同见证 拜拜 男人将手伸进火盆 里面正是他用命换来的五十万的鸡 不久前 白嫂找到老白 她还以为是妻子回心转意 没想到白嫂却拿出一份离婚协议 看着离婚协议 老白一脸不可置信 老白不明白 自己拼命为这个家赚钱 到头换来的却是修书一封 妻子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给自己 可更让老白吃惊的是 懵逼的老白有点懵逼 既然白嫂已经猜到自己的身份 她索性将事情全盘托出 虽然老白的出发点是为了家庭 但白嫂还是无法接受 丈夫是个罪犯 为了让妻子重新接纳自己 第二天老白就找到炸鸡叔 决定终止与炸鸡叔的合作 但炸鸡叔又怎么能轻易放走老白 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 虽然老白心中有所动摇 但他还是拒绝了炸鸡叔的好意 事已至此 炸鸡叔并没有多圈 与此同时 美墨边境的一个货车上 司机刚把偷渡客拉到指定位置 里面却突然传来枪声 两人正视图库的弹劾 而他们来此 就是为了报图库被杀之仇 为了不走漏风声 两人直接将整个人全部杀死 接着两人就来到养老院 找到丁丁叔 看丁丁叔这眼神就知道 这一刻他期盼了多久 为了搞清仇人的名字 两人让丁丁叔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的确认 一顿操作下 老白的全名就被拼了出来 从丁丁叔的频率来看 就知道他对老白恨意有多深 此时还不知道 大难临头的老白 还在收拾着新房 得知老白想要退出 索尔特意拜访 想要劝他回心转意 因为老白挣到的钱 都需要索尔变白 如果损失掉他这个大客户 自己也会损失掉 一笔可观的利益 但老白心意已决 现在的他只想妻子 能够原谅自己 索尔见状也不再为难 但出来后 他就给麦克打去电话 让他密切关注一下 白嫂这颗不定时炸弹 如果白嫂泄露 老白独消的身份 警方肯定会顺腾摸瓜 找到自己 麦克趁着白嫂不在家 偷偷将窃听器安装在墙里 这时老白却提着 大包小包出现在门口 看样子 他这是准备强行搬回来住了 他以为自己断绝了所有来往 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 殊不知 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就当麦克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一辆车 停在老白家门口 借着双子杀手 打开后备箱 提着一把赠亮的斧头走了进去 麦克立即拨通炸鸡叔的电话 因为现在有能力 保住老白小命的 只有炸鸡叔 此时的老白还正在家中急早 浑然没察觉到 进到家中的杀手 包子们 起早时千万要记得锁门 这个不是女人的男人 就因为没锁门 结果引来两个光头猛男 两人正是土苦堂哥 来此为他报仇血恨 听着卫生间水流的声音 两人静静来到床边等待着 只等老白出来 就将他大洗挖块 这时杀手收到 让他们撤退的短信 虽然不知道老大葫芦里 买的什么药 但两人只能服从命令 原来是麦克发现老白有危险 这才赶忙联系 到了炸鸡叔 为了留住老白 给自己做事 炸鸡叔这才出面 保下老白 等老白走出浴室 床上的两人 早已无影无踪 随后 双子杀手老大便找上门来 他是边境县北部的老大 古斯曼 而炸鸡叔是南部的掌控者 两人常年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为了不影响两人的合作 古斯曼只能按照炸鸡叔的意思 让双子杀手暂且撤退 但他这次亲自前来 就是为了解决此事 古斯曼表示 按照规矩 双子杀手有权让老白 血债血偿 头库的死与老白 有着直接关系 所以这个人必须得死 但炸鸡叔却说 自己和老白有着合作关系 纵然丁丁叔 有着万般不情愿 但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 白嫂为了让老白 签署离婚协议 将出轨领导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这让老白如遭累积 自己为了这个家 偶心弃血 到头却换来的是 自己头顶一片青青大草原 这件事让老白惨遭打击 就连上课时都魂不守舍 校长现状 只能找到谈话 可随着老白却莫名其妙地 将嘴巴伸了过去 这也导致老白 彻底失去了学校这份工作 然而他准备离开之际 小粉却找到了他 举酒未见的两人 坐在车里一阵寒暄 得知小粉成功戒毒 老白也十分欣慰 但小粉这次前来 是让老白帮忙联系炸鸡叔 看到老白被开除 于是便提议让他重操旧业 一起去找炸鸡叔合作 可老白却拒绝了小粉 并劝他早日脱身 无奈小粉只好将 自己制作的艺术品拿了出来 老白看到后 简直都快要气炸了 小粉表示 没有老白 自己也能和炸鸡叔合作 随后一脚油门便离开了此 陆怒正在路上 千万不要惹警察 要不然等待你的 不是清空弹夹 就是 还好老白有个 在基督局上班的妹夫 这才将他保释出来 可就在他回家的半路 炸鸡叔的手下 突然丢给他五万现金 原来上次小粉 与老白大吵一架后 小粉拿着艺术品 找到索尔 他知道索尔可以联系上炸鸡叔 此时炸鸡叔 正在调查老白的健康报道 他很关系 这个化学天才的剩余寿命 但怎么能让老白 为自己做事 暂且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时 麦克说出了小粉的事 麦克的话 让炸鸡叔看到了转机 他很快就把小粉的货 全部收购 但却只给了他一半的钱 另一半则是给了老白 炸鸡叔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老白无法置身失败 而这让小粉误以为是老白 在挑拨离间 两人一言不合 就大吵了一架 老白找到炸鸡叔 这么垃圾的货 炸鸡叔为什么会收下 炸鸡叔表示 小粉的货虽然品质差了点 但也不是不能用 老白却觉得 这种劣质的货 简直是对化学的一种侮辱 而老白顾及的反应 正如炸鸡叔下怀 随后他直接将老白 带到自己的工厂 看似简陋的洗衣房 可内部实则却暗藏玄机 原来炸鸡叔为了投其所好 直接打造了一个超级实验室 里面不光有着最先进的记载 还有一颗螺丝 就要30万的空气净化器 老白看着眼前的一切 眼睛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这里简直就是自己 梦寐以求的天堂 炸鸡叔诚恳地表示 只要老白点头 荣华富贵应有尽有 可即使面对如此丰富的条件 老白还是拒绝炸鸡叔 抛出的橄榄枝 因为老白现在已经赚到足够的钱 他现在更想要的是自己的家庭 然而这回 老白这个人类灵魂工程师 却被炸鸡叔洗脑了 炸鸡叔的话 直接击碎老白最后一次尊严 为了自己的家庭 老白再次做出牺牲 接着他来到索尔这里找到小粉 两人还不知道 老白已经与炸鸡叔达成交易 索尔表示 小粉愿意将以后毒资 抽取10%付给老白 也是对用老白配方的一种补偿 看着小粉这枝高气昂的样子 老白轻蔑地一笑 随后那5万美金 如数奉还给小粉 说完老白便潇洒地转身离去 原本他是想要带上小粉一起的 但小粉的态度让他很是失望 这才决定替小粉出局 气急败坏的小粉 犹如一个怨妇 拿起一块石头 砸碎了老白的打电锅里 殊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因为基督局已经锁定了 小粉制作的艺术品 而且还在监控里 发现了他止毒的房车 老白又被小粉这个二愣子给坑了 不久前 汉克在一名隐君子身上 查出辨识度极高的蓝色冰糖 经过一番走访 汉克很快就将目标 锁定在小粉的身上 可通过长时间的钉烧 汉克始终没有发现房车的踪迹 最后还是妻子提醒了汉克 小粉曾经是老白的学生 或许他可以问问老白 有没有这方面的线索 急于找到线索的汉克 当即给老白打句电话 听到汉克询问小粉 老白马上警戒起来 当汉克说起 怀疑小粉在房车搞艺术时 老白更是惊得头皮巴麻 房车上又是他和小粉 制作面粉的证据 如果落入警方的手中 警方肯定会顺着蛛丝马迹 找到自己 他急忙给小粉打句电话 可刚解通 老白又马上合上手机 既然现在小粉已经被汉克盯上 手机说不定也正被警方监听 他给索尔打句电话求助 可索尔在这一方面 就显得很不专业了 说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无奈老白只好亲自出马了 火急火燎的老白赶到修理厂 将事情的严重性说了出来 修车大哥建议直接将房车销毁 而恰巧他认识这方面的人 可猴子这个缺货 等到两人离开后 却告诉小粉 老白要将房车销毁 基督局盯上小粉的事 他是只字未提 这让小粉误以为是老白砸他饭碗 宅在家里的小粉急忙前去阻止 这也让一直守护在他家门口的汉克 等到机会 就在老白满脸留恋的 看着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时 一生之敌小粉匆忙赶来 此时的老白如遭累积 看来这小子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 这下完蛋了 他还是高估了小粉的智商 果不其然 汉克的车子已经出现在修理厂 老白连忙将车门反锁 然后将遮阳帘拉住 小粉这个二愣子 这时也意识到什么 他趴到窗外一看 瞬间整个人都麻了 可现在说啥都晚了 汉克已经来到了房车门口 他知道小粉就躲在里面 殊不知自己的姐夫也在里面 眼看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汉克便找来一把撬棍 准备详行打开车门 千军一发之际 废品厂老板及时出现 可当汉克亮明警察身份后 然而老板并不买他的账 无奈 汉克只好坐回车内 一边盯着房车 一边等待同事送搜查令过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老白摸着自己黑道发绿的脑袋 苦思冥想 终于想到一个不太地道的办法 只见他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很快汉克就接到警方来电 说他的妻子遭遇严重车祸 现在正在医院进行抢救 爱妻如命的汉克听到妻子出事 那还顾得上办案 匆忙上车前往医院 殊不知 这都是老白的轨迹 原来刚才的电话 是老白安排索尔打的 等到汉克匆忙来到医院后 才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在老白和小粉的见证下 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房车 被压成一坨废铁 虽然证据毁掉了 但小粉却彻底激怒了汉克 愤怒的汉克 直接闯进小粉家里 身为一名基督角 居然能被一个小棍棍刷得团团转 这绝对是对自己最大的恃辱 挤拳头下去 直接将小粉送进医院 炸鸡叔为了保证老白的安全 找到双子杀手 表示老白只是背叛了图库 但真正杀了图库的 却另有欺人 这绝对是我见过 最牛逼的卖家秀 为了检验防弹衣的效果 杀手直接向卖家开枪 幸亏男人不是奸商 要不然就被自己坑死了 测试完防弹衣的效果后 双子杀手爽快交钱走人 而两人买防弹衣的目的 又是准备干掉汉克 为兄弟徒库报仇 而汉克这边 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因为自己情绪失控 将小粉揍得不成人形 现在小粉反咬一口 要控诉整个基督局 汉克也被停职 接受调查 为了帮助汉克重返基督局 老白决定让小粉成为自己搭档 在工作的时候 老白故意说错数据 在盖尔出错之后 顺势让炸鸡叔向其辞退 最终在老白的努力下 小粉撤销了对汉克的控诉 这也意味着 汉克可以重返基督局工作 手捧鲜花的汉克 准备回家告诉妻子这个好消息 然而刚上车 就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虽然不知是真是假 但这也让汉克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汉克注意到扣使劲 这时另一名杀手也持枪赶来 汉克急忙打开车门逃出车外 看到兄弟残废的双腿 杀手瞬间勃然大怒 发誓一定要让汉克付出惨痛的代价 就在杀手换弹夹的时候 浑然没察觉到一颗子弹掉在地上 杀手顺着血迹一路追寻 想到自己的两个兄弟 被汉克害得一死一残 就这么杀了他 简直是便宜了他 于是光头回到车上取出斧头 此时汉克刚好看到 那颗掉在地上的子弹 他哆哆嗦嗦的将子弹捡了回来 就这样汉克侥幸捡回一条命 同时实验室中 老白看着盖尔失落的样子 安慰着盖尔不是他的问题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 他承认盖尔是个很优秀的化学家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好学生 但两人的风格实在不大 这或许也是老白唯一能找出的解释 就在盖尔不明白老白意思的时候 小粉被带到了这里 看到接替自己岗位的是一个小混混 这让盖尔更是感到一阵憋屈 但这些事情不是他能做决定的 等到盖尔两人离开后 小粉考虑再三才告诉老白一件事 刚才出院的时候 小粉看到一辆救护车停下 本来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结果走近一看 发现那人正是汗客 听到这些 老白急忙赶到医院 而另一边 古斯曼给炸鸡叔打去电话质问他 因为自己的手下在他的地盘突示 他猜测是炸鸡叔在背后搞鬼 古斯曼也不跟他墨镜 表示还有一个手下正处于昏迷 等他醒了 真相自然会水落水出 然而他还是小看炸鸡叔了 到底是怎样的血海深仇 能让一个双腿刚结枝的男人 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 这一幕把门口的警员都惊呆了 看着男人眼中快溢出的杀气 老白忽然反应过来 这很有可能是图酷的堂哥 就在老白不知该怎么解决时 炸鸡叔竟然来到了医院 原来炸鸡叔明面上居然是当地的禁毒大使 此次前来就是来慰问受伤的汉客 等到炸鸡叔准备离开的时候 老白向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幕 炸鸡叔让老白将心放在肚子里 但没等老白反应过来 楼上就传来一阵骚动 所有警员都往杀手的房间跑去 原来不知什么原因 杀手竟然停止了心跳 显然这是炸鸡叔的杰作 这也让老白对炸鸡叔有了一丝忌惮 在警方眼皮底下 他竟然能悄无声息地解决掉白血兄弟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也只不过是炸鸡叔的一枚棋子 炸鸡叔正是想借助此事 除掉合作伙伴古斯曼 从而统一南北边境 他利用安排在警局的卧底 将古斯曼的窝点透露出来 毕竟袭击基督局队长的罪名 就够古斯曼何以无了 古斯曼知道自己中了炸鸡叔的真套 成了华盛顿与墨西哥合作的牺牲品 他告诉炸鸡叔 自己一定会回来的 可炸鸡叔又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 面对警察的重重包围 古斯曼本想从后门一走了之 结果打开门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枪声 炸鸡叔嘴角露出一丝甚人的微笑 这也意味着 以后美墨边境只能有一个声音 这件事也告一段落 不久后 小肯在阶段会上 认识了一位叫莉莉的女孩 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一次为爱补掌够 莉莉说起自己的家庭 她有个不省心的弟弟 不久前被人蛊惑加入黑帮 还受人指使 杀死一个敌对的毒贩 听着莉莉的描述 小粉觉得那名毒贩 就是自己的兄弟胖子 于是连忙打听时间地点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莉莉描述的地点 就是胖子出事的地方 为了搞清视听原委 第二天 她便来到东区 找到莉莉的弟弟 并以买货为由 见到了男孩背后的操纵者 可两人并没有与小粉过多接触 收完钱便扬长而去 两人走后 男孩从兜里抛出一包糖块 递给了小粉 看着手中熟悉的蓝色冰糖 小粉这才反应过来 两人正是炸鸡叔的手下 但即便如此 小粉也决定要为胖子报仇 当晚小粉便找到老白 希望他能给自己制作点 臂麻毒素 但老白也是有幸无力 经过上次杀手的事情 他很清楚炸鸡叔有多恐怖 所以他不希望小粉白白送死 但小粉此时已经王八吃秤驼 替了心要干掉两人 任凭老白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 通过观察 他发现自己的老情人 每次拿货都会给他们送食物 于是小粉找到老情人 让他帮忙 老情人没嫁住小粉一顿忽悠 答应了此事 第二天 就在两人准备动手之际 麦克却找到了这里 直接将一脸懵逼的小粉带走 接着麦克把他拉到仪处郊区 来到屋内才发现 所有人都在等着自己 包括那两名凶手 炸鸡叔开门见山 表示胖子的死 双方都有责任 让小粉和自己的两个手下和解 不要再像个孩子一样的胡闹 然而小粉却当场拒绝了炸鸡叔 眼见小粉是为了这么屁大点的事 为了尽快解决此事 炸鸡叔做出了让步 在炸鸡叔的调解下 小粉最终还是不情愿地与两人握手言和 本以为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没想到当天晚上男孩就出事了 两个人渣为了不让男孩泄密 竟然将男孩残忍地杀败 这无疑是触动了小粉的逆临 他拿上武器直接找到那两名人渣 也正是他今晚的举动 将会把自己和老白拉入无尽的深渊 小粉为了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单枪匹马闯进黑帮的地盘 正当这场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 小粉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当场就被吓懵逼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老白 这件事也彻底惹怒了炸鸡叔 自己刚出面调解了这件事 转头两人就把他们给弄死了 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这个老板留 但他对老白又不能痛下杀手 因为他还需要老白的制堂技术 炸鸡叔并没有追究老白的责任 只是希望老白能够交出小粉 这件事就算到此为止 炸鸡叔最终答应了老白的提议 同时老白也失去了炸鸡叔的信任 第二天就派来了盖尔给老白当助手 而这次盖尔并没有表现对老白有多尊重 看样子炸鸡叔这是要谢莫杀驴 老白知道一旦让盖尔掌握自己的配方 炸鸡叔绝对会毫不犹豫杀死他 为此老白找到索尔在一处隐秘之地见到了小粉 老白也不多废话 直接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了小粉 他想让小粉去解决掉盖尔 可小粉却拒绝了老白的请求 他不希望自己的双手再次沾染鲜血 无奈老白只能摆脱小粉帮忙去找找盖尔的地址 剩下的交给自己解决 因为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看在两人的情分上 小粉决定再帮他一回 没过多久 小粉就找到盖尔的住址 老白立即起身准备去解决掉盖尔 然而炸鸡叔手下早已在他家门口等候需求 看来炸鸡叔这是打算对自己动手了 接着维克托以设备铺场为由 把他带到洗衣房 看到迈克他就知道完了 他恳求迈克放过自己 建议自己可以免费喂炸鸡叔制堂 想和炸鸡叔谈谈 情急之下 老白只能说自己知道小粉的下落 只要迈克肯放过他 他愿意将小粉约出来 于是老白在迈克的监督下 给小粉打去电话 听到这 小粉拿上武器立即出发 被耍的迈克气急败快地掏出枪 就要解剖了老白 迈克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立即让维克托去阻止小粉 自己则是给盖尔打去电话提醒 可由于盖尔在家放着音乐 并没有听到迈克的来电 没过多久 小粉就赶到这里 盖尔开门后 小粉立即掏出手枪对准了他 盖尔当场就被吓得哑麻呆住了 可他又怎么会知道 当他进入实验室的那一刻 就早已注定了结局 小粉虽有万般不情愿 但是为了老白 他不得不这么做 小粉为了老白 对手无腹肌之力的盖尔开了枪 等到维克托赶来 盖尔早已凉得不能再凉 事后小粉并没有着急逃离 而是坐在车里正正出神 这也被维克托发现 随后小粉便被带到实验室 在听到盖尔死了后 老白这才如释中复 看来自己暂时还死不了 接着迈克向炸鸡叔汇报了此事 得知盖尔被杀 炸鸡叔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我想粉白二人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随后炸鸡叔穿上防护服 从抽屉里取出一把美工刀 然而炸鸡叔并没有理会老白 而是走到维克托身房 接着趁其不备一刀崩喉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直接将众人看待 原来炸鸡叔到这里之前 就通过线报得知 有人看到维克托在案发现场出现过 如果不杀死他 警方肯定会顺藤摸瓜 插到自己头上 做事不由根治的炸鸡叔 果断将其送走 之所以没杀老白和小粉 是因为他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人 随后几人用氢浮酸溶解了尸体 打上腐食品标签送去废品处理 老白深知 一旦两人的利用价值被榨干 炸鸡叔会毫不留情的解决掉他们 为了不坐以待毙 老白从军火商那里搞了一把手枪 接着便开始找机会干掉炸鸡叔 可对方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因为自从上次的事情过后 炸鸡叔便没有再露过面 眼看这批货就要做完 老白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既然炸鸡叔有意躲避 那自己就主动出击 当晚老白就驱车来到炸鸡叔下 可还没等他靠近 一个电话就毁了他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老白愣在原地 看来炸鸡叔已经对自己有了戒备之心 即便这样 老白还是不打算放弃 他找到迈克以维克托的事为由 游说迈克加入自己的阵营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迈克的中程度 而在这之后 老白的计划更加难以实施 因为实验室里安装了追踪摄像头 无论老白到哪里监控都会无死脚盯着他 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劫匪 两人竟然抢劫当地最大毒销的运输车 一顿扫射过后 两人打开货车厢门 结果不用多想 出手的不是别人 正是迈克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总是有人抢劫炸鸡叔的货 无奈迈克只好亲自押送 随后迈克将此事汇报给炸鸡叔 他猜测 这肯定与卡特尔集团有牵连 但炸鸡叔现在并不想和他们撕破脸皮 因为小粉总是无辜矿工 这让老白开始担心起小粉安危 不放心的他下班后来到小粉家中 但这里早已是一片狼藉 不仅人不见踪影 就连手机都没带走 原来小粉一大早就被迈克带到荒漠 看着周围一片凄凉 小粉还以为迈克这是要做掉自己 吓得他连忙将钥匙夹在手里准备反抗 然而迈克里都没理小粉 竟只走向不远处的一片空地 接着挖了几下就找到一个钱袋子 原来这里正是炸鸡叔的交易地点 小粉旋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 可等到最后一战还是出事了 迈克刚走进废弃工厂 小粉就从后视镜看到 一名杀手手持机关枪向着这里走来 情急之下 小粉猛踩油门 直接朝杀手撞了过去 迈克听到声音后急忙出来 他忘了告诉这个二愣子 父亲还有自己人这件事了 接着迈克给手下打去电话 让他们不要再追小粉了 没过多久 摆脱追击的小粉开着车出现在迈克面前 迈克也没有向小粉过多解释 但小粉能在这种情况回来接自己 也足以看出小粉此人重情重义 第二天老白来到实验室 看着平安归来的小粉 这才放下心来 老白迫切的想知道 他消失的这几天去了哪里 小粉并没有掖着藏着 把知道的都告诉了老白 听到小粉可以见到炸鸡叔的面 这让老白又想到一个疯狂的计划 随后老白在实验室中提炼了一些臂麻毒 而且这次的毒性比上次增强了几倍有余 随后他将毒药交给了小粉 而机会来的就是这么的容易 因为这段日子卡特尔集团频频搞事 导致炸鸡叔商业损失惨重 于是今天约了对方谈话 毕竟何气才能生财 谁都不想弄得两败俱伤 小粉也被叫来打杂 在给炸鸡叔冲咖啡时 他将装有碧麻素的烟盒拿了出来 关键时刻小粉却犹豫不决 这时迈克突然出现打断了他 就这样小粉错过了这次机会 没过多久 卡特尔集团的代表到达现场 炸鸡叔表示 自己可以拿出五千万美金 来平息侵犯市场这件事情 没想到对方却拒绝了炸鸡叔 因为比起区区五千万美金 他们更看重的是炸鸡叔背后的智堂人 如此苛刻的要求 炸鸡叔又怎么会接受 这场谈判自然以失败而告终 他是整个南美洲最大的独销 艾兰迪奥 年轻时 炸鸡叔为了能在这里站稳脚步 略失了一点小手段 成功见到了大佬 但这却让大佬认为 炸鸡叔是在算计他 炸鸡叔所作所为 无一不是在触碰他的底线 尽管大佬主营奶粉业务 与两人的冰糖没有关系 但一扇又岂能容下二骨 眼见对方翻脸 炸鸡叔知道大事不妙 他极力解释自己无意冒犯 一切都只是为了得到 和大佬见面的机会 并且表示 只要双方达成合作 他们愿意拿出60%的利润 可大佬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看着搭档惨死在自己的面前 炸鸡叔上去就要和丁丁叔拼命 奈何自己势单力薄 非但没有讨回公道 还被人耻辱的踩在脚下 也正是这次经历 让炸鸡叔学会了隐忍 看着此去的兄弟 他发誓一定要卡特尔集团血债血偿 如今的丁丁叔年事已高 并且还瘫痪在轮椅之上 炸鸡叔留他苟果至今 就是让他亲眼见证 自己是如何覆灭卡特尔集团 另一边 盖尔被枪杀两周后 警方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制毒资料 他们怀疑盖尔就是毒枭海森堡 可汉克查阅档案时 却发现不对劲 盖尔是个素食主义者 却经常去炸鸡店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合理 汉克怀疑 炸鸡叔就是盖尔的幕后大佬 随后便向上级申请传唤炸鸡叔 可是局长却不相信汉克的推断 因为炸鸡叔资助基督局多年 绝不可能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毒枭 可见炸鸡叔明念老好人的形象 多么深入人心 无奈 汉克只好特意来到炸鸡店 通过续杯 汉克成功获取到炸鸡叔指纹 果不其然 他的指纹与在盖尔家发现的指纹如出一辙 接着 汉克拿着比对结果找到上级 这次他们不传唤也得传唤了 可炸鸡叔早已预料到此事 面对警员的盘问 炸鸡叔做的可谓是滴水不漏 他拿出资料证明盖尔是自己出资攻读的研究生 自己关心一下他难道不应该吗 听着炸鸡叔仿佛提前背好的台词 汉克对他生起了浓烈的兴趣 他觉得炸鸡叔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由于自己还没有复制 行动也不方便 于是就找来老白给他当司机 四处调查炸鸡叔的产业 而第一站就是炸鸡叔名下的洗衣房 懵逼的老白有点懵逼 因为那下面就是座堂的实验室 这要让汉克盯上绝对凉凉 为了阻止汉克继续调查 老白一脚油门朝着对面的气扩动去 就这样汉克再次重伤入院 本以为事情会告一段落 没想到汉克的敬业程度远远超过老白想象 汉克在网上查到 炸鸡叔在郊外有个洋鸡场 那里地主偏僻 非常适合非法互动 如果炸鸡叔是盖尔的幕后大佬 那么这间养殖场里绝对有猫腻 汉克希望老白能带自己去转转 他的猜想让老白一阵头皮发麻 因为那里正是他们出货的窝田 他只好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汉克 随后便给炸鸡叔打去电话 通知他 汉克要去调查养鸡场 情况紧急 炸鸡叔只好带人匆忙将所有艺术品转移 可就在这时 卡特尔集团的杀手再次向他们发起袭击 小粉被吓得愣在原地 就在杀手向着小粉抠下扳机的时候 眼疾手快的麦克一把将他扑倒在地 看来对方是得不到老白 事不罢休 可这也彻底惹怒了炸鸡叔 只见他穿梭在枪林弹雨中 搞不畏惧 向着对面的杀手走了过去 贯穿绝命毒师整个系列 炸鸡叔的演技都是相当炸烈 只见他穿梭在枪林弹雨中 搞不畏惧 向着对面的杀手发出挑衅 他早已看出杀手不敢对他怎么样 果然杀手被逼无奈 只能撤退 因为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给炸鸡叔一个警告 逼迫他交出手里的制堂师 本就与卡特尔集团 有着血海深仇的炸鸡叔 又怎么会妥协 他决定将计就计 当晚就邀请小粉来家中做客 炸鸡叔亲自下厨做饭 这对小粉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拿出装着碧麻毒的香烟 而边上就是一锅热汤 只要他愿意 炸鸡叔就会被他毒死 但小粉却放弃了 随后炸鸡叔询问小粉 炸鸡叔急忙解释 小粉误会了自己 于是便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小粉并没有着急回答炸鸡叔 等刚回到家 老白就找上门来 面对小粉的谎话连篇 老白直接从兜里掏出定位器 当场拆穿了小粉 两人直到精疲力竭 这才罢手 尽管两人都没有下死手 但这一下也让粉白二人 刚有所缓和的关系再次破裂 老白一言不发的离开了这里 也正是因为今晚让小粉 决定加入炸鸡叔的计划 第二天 小粉便随炸鸡叔飞往墓西哥 经过四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几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卡特尔集团的人 把几人带到实验室 接下来他们要对小粉的技术测试 看到实验室中满目琳琅的器材 小粉立即来了兴趣 但很快才就傻眼了 因为这里没有本机遗算 听到这里 小粉更是一脸懵逼 因为之前这些都是老白配置好的 自己拿起来直接用就行 结果对方听到直接嘲笑小粉 众所周知 本机乙酸是大二的必修课 一个连本机乙酸都不会合成的毛头小子 该来叫自己如何治疼 简直是笑掉大雅 小粉强势将老头对的一脸懵逼 只能乖乖配合给小粉打下手 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奋战 小粉终于做出了蓝色冰糖 接着他们取出部分通过仪器检测 纯度竟然和老白制作的旗鼓相当 小粉用实力狠狠打了嘲笑他的人意巴掌 结果下一秒小粉就笑不出来了 这让小粉一脸懵逼 可炸鸡叔并没有解释什么 不知道又在打着什么算盘 很快艾兰迪奥约见了他们 即便现在炸鸡叔已经有了和他谈判的资格 但他依旧还是看不起炸鸡叔 他像斗狗一样示意炸鸡叔拥抱自己 炸鸡叔再次隐忍 面对炸鸡叔的妥协 艾兰迪奥觉得他还是那个认自己拿捏的卡勒咪 殊不知炸鸡叔为了此刻已经等待了20年 今日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覆灭卡特尔集团 为了让艾兰迪奥放下戒备 炸鸡叔带着一瓶堪比黄金的蓝宝石酒献给他 艾兰迪奥当场就分给了中人 但生性多疑的他却迟迟没有下口 炸鸡叔看出了他的顾虑 直接将满是毒药的烈酒一口闷了下去 见对方如此有诚意 毒枭大佬这才放下戒备之心 没过多久 炸鸡叔以上厕所为借口离开了大佬视线 进入卫生间后 他立即将房门反锁拧开水龙头制造噪音 接着立刻对着马桶进行催吐 此时外面的大佬突然感觉四肢发挥 手下也开始一石蘑菇 纷纷倒地不起 而唯一没喝毒酒的杀手 也被麦克用绳子活活勒死 当炸鸡叔走出来后 现场早已变得一片狼藉混乱不堪 唯独剩下艾兰迪奥还在苦苦之争 看到炸鸡叔安然无恙 他越想越近 就这样 炸鸡叔不费吹灰之力 毁灭了恐怖如斯的卡特尔集团 可伤敌以前自尊八百 炸鸡叔自身也没好到哪去 虽然他提前吃了解药 但残余的药性也足够他喝一壶的了 麦克与小粉见状立即搀扶着炸鸡叔撤离 可就在这时 一颗子弹击中麦克腹部 好在对方是个菜鸡 小粉将其拿下后 急忙带着两人离开了艾兰迪奥的庄园 随后小粉将两人送到边境的一家厂房 原来炸鸡叔早就算到了这一步 提前在这里安排好一支专业医疗团队 经过几个小时的治疗 炸鸡叔体内的药性被清除 为了不耽误时间 他决定今天就回美国 但麦克却因伤势过重 必须要在这里修整两周 于是炸鸡叔只带走了小粉 而这次经历也让炸鸡叔知道 小粉可以独自支撑起实验室 这也意味着老白已经没有了作用 炸鸡叔并没有立刻回答小粉 回来后炸鸡叔来到养老院 找到丁丁叔掏出艾兰迪奥的护身符 隐忍二十多年的他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看着丁丁叔那满脸恨意的样子 炸鸡叔潇洒离去 另一边 老白发现设备有人动过 于是便向小黑询问 是谁用过这里 小黑却一脸嘲笑地盯着老白 即便他不说 老白心里也已经有了答案 下班后 老白匆忙找到小粉 可小粉还在对监控这件事耿耿于怀 当场便拒绝了老白 殊不知 小粉早已为他求情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吓唬老白 可没想到 老白刚一转身 小黑就出现在他身后 等到老白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带到一处荒漠 但炸鸡叔并没有杀死他 这也是小粉为他干活的要求 但汉克他必须除掉 并且警告老白 说完便扬长而去 虽然炸鸡叔暂且没杀自己 但老白知道 只要有核实时机 炸鸡叔绝不会对自己手下留情 因为自己知道他太多秘密了 于是他连忙找到索尔 请求索尔帮他跑路 索尔看出老白 这次是真的麻烦缠身 于是也不掖着藏着 立即给了老白 一张消失达人的名片 但凡是他经手的生意 就算是炸鸡叔都不会找到 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昂贵 可眼下比起活命 这点小钱又算得上什么 临走时 他让索尔再帮自己 交代完后事 老白立即赶回家中 准备取出藏在地下室的闲跑路 然而让老白无语的事情发生了 自己用命换来的钱 却只剩下可怜的几打 这绝对是毒师系列中 老白演技最炸烈的时刻 老白一家老小救命的钱 居然让妻子给了隔壁太敌 此时索尔已经按照老白要求 通知了基督局 虽然妻子给自己 在呼伦贝尔买了一片草原 但老白还是希望孩子平安 他将孩子托付到汉克家中 因为那里现在有警方保护 做完这些 老白坐在院子里 等待着炸鸡叔的包袱 望着一旁的玲瓦花 老白脑海中闪过一个疯狂的计划 没多久 小粉就接到女友电话 说她的孩子正在医院抢救 听着女友急切的声音 小粉连忙赶到医院 心烦意乱的她 不知道如何是好 正当她准备抽根烟 缓解心情时才发现 那只倒叉在烟盒里的 臂麻毒不见了 联想到孩子的症状 小粉按道大事不妙 急忙跑进 重症监护室 将此事告诉了莉莉 交代完一切 小粉转身便去找老白算账 因为烟盒里有逼麻毒 这件事只有两人知道 小粉的质问让老白一头雾水 他不懂小粉在说什么 听着老白头头是道的分析 小粉最终还是相信了老白 转身就准备去找炸鸡叔算账 为此老白专门制作出一个遥控炸弹 只要小粉能够引出炸鸡叔 他们就有机会一举铲除后患 第二天小粉按照计划赖在医院里不走 炸鸡叔派小黑过来请小粉 可小粉却表示 眼见小粉如此破皮无赖 小黑直接上手 准备强行带死他 无奈小黑只能撤离 很快炸鸡叔便亲自赶到医院 看到小粉在怀疑自己后 于是便答应小粉给他放个小长假 可炸鸡叔不知道的是 老白在他们谈话时 已经将炸弹安装载在车上 当炸鸡叔来到停车场时 老奸巨华的他察觉出一丝不对 如果小粉怀疑是自己下毒 那么他把自己引到医院 肯定没安好心 随后他来到围栏边四处张望 寻找着那一丝让自己恐慌的缘由 远处的老白吓得急忙低下头 虽然炸鸡叔并没有找到问题 但多疑的他还是没选择上车 这也让老白的计划再次破灭 一声巨响 鲸鱼算计的炸鸡叔彻底陨落 自从小粉可以独自完成蓝兵 老白便知道他和炸鸡叔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为了家人 老白必须得主动出击 他来到养老院找到丁丁叔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虽然图库的死和老白脱不了干系 但相比之下 他更想杀的是炸鸡叔 等老白走后 丁丁叔按照老白的计划 找来护工表达了想去基督局的想法 对于丁丁叔愿意提供线索的这件事 警方也高出重视 没过多久 基督局便把丁丁叔请来 可很快打脸的一幕就来了 这让警方一众高层感到无语 随后便将此事当作一场闹剧 把丁丁叔送走 殊不知 这一切都在老白的计划之内 目的就是引起炸鸡叔的注意 不然 丁丁叔刚走出基督局大门 就被炸鸡叔安排在他身边眼线盯着 随后小黑立即将此事告诉了炸鸡叔 为了防止丁丁叔向警方告密 炸鸡叔准备亲自动手除掉他 毕竟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 另一边 丁丁叔刚回到养老院 老白就找上门来 没过多久 小黑也赶到养老院 提前为炸鸡叔的到来做好准备 可却忽略了丁丁叔的轮椅 确认没有危险后 小黑给炸鸡叔打去电话 看着眼前这个瘫痪在轮椅上的仇人 炸鸡叔并不想让他死得那么痛快 他要亲眼看着仇人痛苦地死去 然而炸鸡叔准备给他注射毒药的时候 炸鸡叔从废墟里走了出来 此时的他还不忘打理自己的衣领 就算死都要比别人死得优雅 一带毒枭就此陨落 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 得知自己的计划成功 老白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但警方肯定会彻底调查这件事 老白和小粉为了不受牵连 将实验室倒满燃料 然后一把大火 将所有证据都烧了个干干净净 没过多久 粒粒的孩子查出病因 原来孩子种的并不是碧麻毒 而是很常见的琳兰花毒素 小粉认为是小孩贪玩物食 殊不知老白的家中就有一盆琳兰花 显然这一切都是老白的计划 目的就是为了让小粉帮自己干掉炸鸡叔 本以为一切会就此拉下帷幕 然而回到家的老白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实验室里的监控录像 虽然两人毁了实验室 但是回放录像都在炸鸡叔的电脑里 而且警方也已经发现监控这条线索 同时愿在墨西哥的迈克也得知了炸鸡叔的死讯 下期见 绝命读师之所以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剧 是因为它每季评分都会积极攀高 在众多美剧因烂尾走下神坛的时候 这部剧则是一路高歌猛进 最终完美收官 并以几乎满分的评分入宿世界第一次书 成为世界上最高分评分电视剧的保持者 神剧一词都难以形容它的精彩程度 剧情紧凑无尿点 每一个人物都刻挂得恰到好处 某伴几十万网友轻一色给出复兴好评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正是评分最高的第五季 废话不多说 绝命读师第五季为你 老白与丁丁舒服 做除掉杂基之后 突然想起自己似乎遗忘的一件事 另一边 警方找到了洗衣房下的实验室 看上满目狼藉的实验室 警方也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线索 就在警方准备彻底之地 汉克的目光却被一个摄像头所吸引 而这也正是老白想到的事情 另一边 麦克得知炸鸡叔的死讯 立即回到美国为炸鸡叔报仇 念吉小粉对自己有过救命之恩 麦克这才暂且没有对老白开枪 为了保住小命 三人不敢有一丝单个 立即前往炸鸡店 等他们到了才得知 警方早已提前一步 循着蛛丝马迹的线索 找到存放录像的电脑 好在他们散且无法破解开机密码 要不然三人当场就得良扬 无奈 几人只能来到小粉家中商量计策 麦克在打了一圈电话后 得知电脑已经被警方封存到证物室 麦克准备连夜跑路 可老白脱家带口又能跑到哪去 就在两人争吵之际 平日不靠谱的小粉 却想到一个办法 虽然理论上可以说得过去 可实际上几人都不知道可不可情 但这也是几人能想得出最好的办法 并急乱投医的几人立马行动 他们来到废车处理厂找到老朋友 很快 老白便用21组电池 制作了一个强力磁力装置 随着老白不断加大功率 远在几十米外的电脑瞬间花瓶 这一幕把几人惊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小粉这个家伙 也靠谱了一回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老白又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倍犀利 当天晚上 三人便开始了行动 麦克先是来到政务局门口 将监控遮住 随后老白和小粉将车开到政务室墙外 随着老白转动开关 政务局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老白为了确保电脑被销毁 他直接将功率调到碎上 等警员察觉到异常 跑出门外 却为时已晚 老白和小粉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麦克留了一手 第二天警方清点政务室的损毁情况 保存录像的电脑不出意外已经报废 但警方却在炸鸡书的照片上 发现了他在境外的银行账户 而为几人日后的互相弹杀 埋一下伏笔 没有了之前被逼入绝境的处境作为掩护 老白的野心和欲望彻底被激发了出来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海森宝才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老白找到小粉和索尔表明要继续吃糖 可索尔却劝老白收手 随后老白又拉着小粉找到麦克 因为麦克掌控着炸鸡书的销售渠道和原材料 而自己有着顶尖的制糖水平 只要麦克肯合作 不出一年 他们就会制霸整个南美洲的糖块市场 但麦克为了保命拒绝了老白的邀请 可老白还是让麦克好好考虑一下 另一边 自从炸鸡书被老白炸死 他身后的势力便一个个开始土崩瓦解 警方根据现场损毁的设备 找上了木科集团的董事长 原来炸鸡书所有的制毒原料都是他提供的 炸鸡书死后 警方很快就盯上了他 知道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 为了避免牵连到家人 最终他选择了畏罪自杀 公司的股东都把责任一股脑推到他的头上 基督局的线索到这里也就算了断了 但是董事会上的一个女人却坐不住了 因为之前都是他与炸鸡书交接 为了不被警方怀疑到自己头上 迪丽娅找到麦克 递给了他一张11人的名单 但麦克却果断拒绝了他 因为名单上都是他患难与共的兄弟 刚回到家里 麦克就接到其中一人的电话 对方称有重要的事让他过来一趟 多年的经验让麦克嗅到一丝危险 来到兄弟这里 麦克并没有着急从正门进去 而是从后门潜入进去 埋伏在门后的杀手被麦克堵了个正着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人竟然也是自己的兄弟 原来迪丽娅为了除掉名单上的人 花了三万美金收买了他 面对出卖自己的兄弟 麦克只能含泪干掉了他 毕竟现在没了封口费 麦克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兄弟会不会出卖自己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晚上麦克便潜入迪丽娅家中 迪丽娅看到麦克还活着 知道自己的刺杀计划失败了 就在迪丽娅以为自己马上就要隐恨西北西 你仍然能够把麦克堵了吗 可能 离开迪丽娅家后 麦克给老白打去电话 我再重复了 好 集结完毕的粉白麦三人组 开始寻找合适的智堂窝点 很快 几人便盯上了一家灭虫公司 而这也成了几人智堂的绝佳地点 虽然每隔七天都需要换一次地方 但总比好过再一个地方提心吊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几人以七天十三万的价格买通灭虫公司 而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他们只需要在房主的眼皮下 将智堂所需要的器材运进去 再将房主随便找个理由打发走 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在里面搞艺术了 经过几天的高强度工作 第一批艺术品很快新闲出炉 虽然这次一共只做出了49磅 但对于三个人的团队 这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剧款 麦克很快就通过渠道将艺术品卖出 一共换来了138万美金 但分钱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分到最后老白有点懵逼 显然老白对这个收益非常不满 没想到自己当老板 还没有给炸鸡叔打工挣得多 可为了挣钱 老白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出来后老白将车子送去维修 当他收拾车里的杂物时 看到那顶象征着海森堡的帽子 再看着这辆又丑又拉的破车 看得出来老白的内心已经开始极度膨胀 随后他直接提了一台2012款的克莱斯勒300C 看到儿子投来羡慕的眼神 他当即给儿子提了一辆倒极挑战者 一让其灭亡 必使其疯狂 随着老白的性情大变 白嫂对老白的改变愈发感到恐惧 为了让孩子们远离老白 甚至连招呼都没打 就把孩子们送到汉客家里 这让老白知道后 气得当场蒙击 另一边 小粉像往常一样去找迪利亚取原材料 可就当两人将甲安运下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 捅下竟然有个窃听器 小粉连忙将这件事告诉了迈克 因为这个女人太精明了 这几个丧心病狂的劫匪 要在高速运行的火车上 切体制原材料 至于几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 还要从一天前说起 小粉在利迪亚那里发现定位器 迈克怀疑他已经和警方合作 于是便将他抓到了一处废弃工厂 为了测试利迪亚是不是说谎 迈克拿出一本提前准备好的台词 如果证实他和警方牵连到一起 为了狗活 利迪亚不敢耍花样 按照本子上的台词 一句不辣的说证 让几人意外的是 基督局也不知道定位器的事情 但不管是谁安装的 利迪亚这边肯定是被警方盯上了 这条路子算是断了 既然如此 留着它也没了什么作用 利迪亚听到这立马慌了神 几人一听 还有这样的地方 瞬间来了兴趣 随后他们找来一张地图 几人说干就干 首先他们来到地图上的无人区进行勘探 经过一阵测量换算 很快便制定出一个疯狂的计划 几人租来一辆挖掘机 在离轨道不远的地方挖出一个神坑 将两个水箱埋了进去 又找来水车给其中一个加满水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他们偷下鞍的同时 将同等重量的水反向注入火车 一切准备就绪后 众人便开始了这个疯狂的计划 再看到装有贾安的火车驶来 麦克派手下假装货车抛锚 成功截停了火车 趁着司机帮忙维修的时候 潜伏在桥下的敌人立即开始行动 按照计划 小粉将水管连接到装有贾安的货箱 然后打开拔门 让贾安顺着水管流进水箱 托德则是负责把水反向注入货箱 保持贾安的重量不变 本来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可就在这时 一辆皮卡恰巧经过轨道 一旁望风的麦克立即通知老白停手 可老白并不想就此收手 因为还有100加轮水箱就可以住满了 此时司机已经返回驾驶室 麦克让老白等人赶紧停止 否则他们都会暴露 但老白仍想坚持灌满水箱 就这样 他们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成功偷走了一千加轮的贾安 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样 要知道光是卖原材料都能让众人小赚一笔 就在几人为此庆祝之际 不远处的一个男孩却目睹了整个作案过程 这个男孩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他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为了不被警方发现 几人将男孩的尸体带回实验室 用氢浮酸将其溶解 望着桶中的尸体 小粉强忍着内心怒火 因为残害妇女儿童 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最后他找到老白和麦克表示 但老白却认为托德的做法没有错 因为他也是为团队的利益考虑 并且托德知道他们太多秘密 如果贸然将他踢出团队 经过协商 几人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只要把他掌握在可控范围内就行 而麦克也对托德的做法表示不满 出来后便找到托德 第二天陪孙女儿逛公园的麦克 发现不远处正有警车监视自己 为了安全起见 麦克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于此同时 小粉看着电视上男孩的失踪报道 内心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老白看出了他心情不好 于是便让他回家休息 可就在小粉准备离开的时候 发现老白竟然在实验室里哼个小曲 这让小粉再次改变了对老白的看法 而这也为三人组解散 埋下伏笔 等老白完成工作准备回家时 发现麦克和小粉都在等自己 殊不知 两人正是来找他散伙的 麦克表示 基督局已经盯上他们 虽然警方并没有抓住他任何把柄 但时间一长 肯定会露出破绽 为了不牵连两人 麦克决定退出 老白见麦克心意已决 就没再阻拦 可令他意外的是 小粉也要退出 第二天 麦克带着小粉拿着样品来找买家谈判 可对方的胃口很大 不仅要买下他们全部的原材料 并且要求蓝宾彻底消失 谈不拢上述条件 那么一切都免谈 无奈 小粉只好再次找到老白 他说出买家的要求 并希望老白接受 毕竟500万也是一笔巨款 但老白却一口归绝了他 此时小粉才发现 眼前的老白如此陌生 到了晚上 老白偷偷来到仓库 准备悄悄偷走全部的假案 可没想到麦克早就料到他会如此 便提前一步在这里等候老白 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 麦克将老白锁在暖气片上 可老白又怎么会坐以待毙 等麦克走后 老白利用电线做了一个电刀 忍着强烈的剧痛硬生生烧断了 绑在手上的绷带 等麦克回来 仓库里早已空无礼物 看着空荡荡的仓库和丢在地上的绷带 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 气急败坏的麦克 立即拿着枪找到老白 面对双赢的合作 麦克没有拒绝的理由 第二天便带着老白来和买家谈判 老白也不多废话 直接表明了来意 只要德克兰愿意与他合作 他愿意拿出35%的分成 但前提是要支付麦克500万的遣散费 德克兰听到这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光头 哪来的勇气敢这么和自己说话 就这样 麦克拿到了500万的退休金 回到工作室后 小粉向老白索要属于自己的500万 老白却告诉他再等等 然而小粉早就看出老白的小心思 但生意还是要继续 无奈老白只好找来托德打下手 殊不知老白将会为他的这个选择 付出惨烈的代价 另一边 金盆洗手的麦克也遇到了麻烦 警方对他的追查并没有放弃 期间更是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 但并没有查出任何线索 可是他知道这样查下去 自己迟早会露出马脚 为了以防万一 麦克在机场留下后路 另一边 汉克为了找到麦克的犯罪证据 决定从麦克的律师身上打开突破口 此时丹尼尔还不知道危险已经敲闪而至 就在他准备给监狱里九个人存分口费时 当场被警方抓了个人赃并获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突击审问 丹尼尔还是供出麦克的罪行 也就是说 只要抓到麦克 等待他的将会是老底坐穿 而这个消息却让一旁的老白无意听到 老白连忙打给麦克 告诉了他这一消息 而且情况紧急 警方已经发出逮捕令 话音刚落 警车就出现在麦克附近 看着还在荡秋千的孙女 麦克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道别的时间 逃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后 麦克给索尔打去了电话 可索尔却当场拒绝了麦克 因为警方也在时刻监视着他 根本无法脱身 没过多久 老白就找到钥匙 打开包裹后发现 里面不仅有着现金护照 并且还有着一把满盒的手枪 看着手枪 老白脑海中萌生出一个邪恶的想法 来到约定地点后 老白向麦克索要监狱里那九个人的名字 可麦克却根本没有理会他 从老白手里拿过包裹就要离开 殊不知自己的这个举动 彻底激发出老白人性邪恶的一面 当麦克回到车上后 才发现包裹中的手枪不见踪迹 等到老白靠近 发现麦克早已不见了踪影 顺着地上的血迹 老白最终在河边发现濒临死亡的麦克 最终在夕阳下 麦克结束了他这罪恶的一生 两分钟 三所监狱九个污点证人同时被刺杀 而这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不久前 老白因为那张名单和麦克起了争执 结果却失手干掉了麦克 这下知道名单的也只剩丽迪亚了 他找到丽迪亚向他索要名单 可这个女人太精明了 他怕自己说完 老白就会杀他灭口 于是便提出与老白合作 面对这么诱人的条件 老白没有拒绝的理由 随后丽迪亚当即写出那九个人的名字 恕不知此举也保住自己一条小命 晚上老白找到托德的叔叔杰克 他们专门替别人解决麻烦 老白此次前来的目的 就是除掉监狱里的九个证人 钱不是问题 但他有个要求 很快 杰克布置在监狱里的杀手 开始了行动 与此同时 老白按下手表开始倒计时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 时间刚好两分钟 九个证人的词 让老白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至此 老白的事业也正式走上正轨 在丽迪亚的帮助下 老白的糖块远消大江南北 可谓是功不应求 而如此高效的赚钱速度 也让老白快速地完成原始积累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挣了多少钱 直到白嫂把他带到一间仓库 白嫂希望他就此收手 他厌倦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可即使白嫂不说 老白也打算收手了 因为他的癌症已经再次复发 所剩不多的日子 他想陪陪家人 可手上沾满鲜血的老白 真能全身而退吗 几天后 老白找到小粉 时隔几个月未见 这对曾经的师徒也生疏了不少 等老白走后 小粉走出屋外 发现地上是整整两大包现金 原来老白一直没有忘记 他那五百万 可小粉却始终提防着老白 因为他怕自己也会像那九个证人一样 回来后 老白告诉妻子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 没想到就在不久后的一次家庭聚餐 却让老白的身份彻底暴露出来 汉克在上卫生间时 顺手拿起后面的书籍 上面的一段话和盖尔写的一模一样 汉克这时才恍然大悟 上面写的WW就是沃尔特怀特的缩写 缉毒局长汉克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一直苦苦追查的大毒枭 竟然是自己的连金老白 身边潜伏着这样一个人物 让汉克内心感到一阵恐慌 来到外面 他先是假装肚子不舒服 连忙带着妻子离开了老白家 出来后 汉克大脑一片空白 开车时都无法集中注意力 要知道 汉克与毒枭火拼的时候 都从未如此慌张 他不敢相信老白就是海森宝 于是连忙回到家中对照书上的字迹 经过反复对比 两者的字迹如出一辙 没想到老白精明了一辈子 却毁在了这些细节上 为此汉克请了病假 并让同事拿来炸鸡书 和海森宝的所有档案 几人走后 汉克开始仔细 树立资料中的每一个细节 查阅了所有人的档案 唯独只有海森宝的身份最为神秘 也正是整块拼图最重要的一环 而将老白放在海森宝的位置 暗间的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晰 老白的癌症开始复发 化疗的副作用让他呕吐不止 这时他发现放在马桶上的那本书不见了 可家里从没有外人来过 这让他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回想着汉克的反常行为 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等到白嫂睡着之后 老白悄悄走出门外来到车前 果不其然在车底找到一个定位器 老白知道自己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了 第二天老白便来到汉克家里 二人简单的寒暄了一下后 老白直接拿出那个跟踪器 希望汉克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只见汉克眼神开始变得凶狠 随后默不作声地关上全联门 见自己的伪装被识破 老白索性不再伪装 也就是从这一刻 曾经的莲金两兄弟彻底削裂 这两个没见过世面的香巴佬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看到胖子如此舒服的表情 瘦子忍不住地躺了上去 此时的两人早已将来此的目的抛之脑后 不久前老白的毒枭海森堡身份 已经被汉克拾破 从汉克那里出来后 老白来到索尔这里 为了不被汉克抓住把柄 索尔建议老白将三款转移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现在汉克唯一能指控他的证据 就是这些钱 只要这八千万消失 老白便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没过多久 老白就独自开车 来到他和小粉第一次治堂的地方 老白决定将所有钱都埋在这里 于此同时 汉克为了抓捕老白 约见了白嫂 他拿出录音笔 想让白嫂大意灭亲 可白嫂却拒绝了他 因为老白的癌症已经复发 他想让老白能在亲人的陪伴下度过余生 并且还发现 汉克并没有任何证据 一切都也只是他的推断 见汉克不依不饶 白嫂只好要求见自己的律师 另一边 老白从白天挖到深夜 终于将这八千万埋进深坑里 为了能记住埋藏的地点 他还买了一张同样数字的彩票 做完这一切 老白再也支撑不住 倒在了妻子的面前 几个小时过后 老白渐渐从昏迷中苏醒 事实也的确如此 汉克现在也是骑虎难下 正为此事发愁 虽然自己知道老白就是海森宝 却苦于没有证据 无法实施抓捕 而且警方如果知道他的联金是毒销 自己肯定会给一炉到底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老白的犯罪证据 这样的话才能戴罪立功 就在汉克不知该从哪下手的时候 搭档却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原来那个孩子的死 让小粉始终过意不去 为了给自己赎罪 他把老白给他的五百万 全部撒在了平民区 而这一幕正好被警方抓了个现行 结果就被带进了警局 随后汉克立即对小粉展开审论 可小粉却一脸不屑 不管汉克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 好在索尔及时出现将他保下 老白知道此事心中一阵恐慌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在白嫂的配合下 一段让汉克怀疑人生的视频就此诞生 接着老白带着白嫂与汉克夫妇谈判 老白希望汉克能和平地解决此事 原本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随着老白身份暴露变得分崩离析 眼看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老白走之前留下事先准备好的录像 而这段视频也让我见识到老白的超高智商 这段声泪俱下的表演 看得汉克夫妇两眼懵逼 别说汉克这个当事人 就连屏幕前的我都差点信了 更觉得是老白利用合理的逻辑 将炸鸡叔和汉克巧妙地关联到一起 光论老白的这段演技 不给他颁个奖都对不起他 虽然视频里老白谎话连篇 但事实却哪能惊得起推敲呢 如果这段录像一旦放出 即便老白落网 汉克也难逃其就 再加上两人的亲戚关系 肯定会让所有人认为汉克就是毒枭 况且汉克确实用到了那笔三款 可现在追悔莫及 这一招直接打乱汉克两口子 让两人没有一丁点招架之力 有人说绝命毒师最大的败笔就是小粉 老白的结局 小粉是罪魁祸首 可我觉得两人都各自做错了决定 才导致最终的结果 而这场错误的决定 要从小粉被放出警局说起 老白为了防止精神崩塌的小粉泄密 建议他远走高飞去追求崭新的生活 面对小粉的抱怨 老白并没有反驳 他只是像个长辈安慰孩子一样 紧紧地抱住愤怒的小粉 但小粉还是必须要走 老白这也是为他考虑 如果自己被抓 小粉肯定难逃其就 还不如现在就让小粉离开 回到律师事务所 索尔联系了消失达人 按照老白要求 索尔给他带了足够的钱 这时心情烦躁的小粉准备来口艺术品 索尔及时制止了他 并表示对方不接受隐君子的生意 为了让小粉能够顺利上路 索尔让他把艺术品交出来 可小粉又怎么会听劝告 直接将艺术品揣进兜里 为了防止小粉把事情搞砸 索尔让手下用娴熟的手法 顺走了他口袋里的艺术品 但就是这个举动成为了小粉暴怒的导火索 当小粉等待街头人的时候 无聊的他心仰难耐想搞上一口 但摸遍浑身上下都没有找到艺术品 看着手上香烟 小粉的智商突然上下 莉莉的孩子中毒之前 他去找过索尔 肯定是在那时候 索尔手下用相同的手法 顺走了烟盒里的臂麻毒 没猜错的话 肯定是老白知识 同时消失达人来到小粉面前 但他并没有选择跟消失达人离开 而是决定去找索尔问个明白 随后他直接闯进索尔办公室 就在索尔准备拿枪防身时 小粉却先他一步拿到手枪 知道真相的小粉无比愤怒 当即决定去找老白算账 索尔见事情败露 连忙给老白打去电话 没过多久 小粉一脚踹开老白家门 将手中的汽油撒满了整个房间 就在小粉准备点燃房子的时候 汉克及时出现制止了他 看小粉的样子 汉克猜出 小粉和老白两人可能已经老白 此时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小粉 当即答应供出老白的一切罪行 等老白赶回家中 二人早已离开 只剩下满污渍的汽油味 老白立即给小粉打句电话 可是小粉并没有接听 他只好给小粉留言 汉克听到留言后 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突破点 便劝说小粉去与老白见面 他打算在小粉身上安装窃听器 只要老白承认自己的质糖事实 汉克就可以当场对老白实施抓捕 但此时的小粉早已对老白失去信任 他担心这是老白对自己设下的圈套 但汉克却并不这么认为 根据小粉提供的证词 汉克早已看出老白对小粉的关心 第二天 在汉克的精心安排下 小粉如约来到广场和老白见面 此时老白就坐在广场的长椅上 这时小粉突然看到角落里 有个黑衣光头一直盯着自己 受惊的小粉停滞不前 他以为这是老白雇佣的杀手 犹豫片刻后 扭头来到电话亭 给老白打去了电话 小粉根本没有给老白解释的机会 看来小粉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俗话说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老白终究还是被汉克抓住了把柄 就在刚刚 老白与小粉约谈失败 回到家没多久 老白便收到一条彩信 图片赫然正是自己买起来的三款 他压根就没想到 这是对方的陷阱 原来汉克一直没有证据抓捕老白 于是想到他无法销毁的证据 就是那笔三款 随即便把三款当作切入点 他将索尔的手下派大星抓来 接着拿出伪造的小粉被击杀的照片 派大星被吓得气不成声 当即便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 但他也不知道老白将钱藏在哪里 只知道货车回来的时候 轮胎沾满黄泥 并且车里还有一把铁锹 汉克立即抬出 老白这是把三款埋了起来 为了让老白暴露三款的位置 汉克根据派大星的描述 伪造出老白藏钱大桶的照片发给他 看到三款被找到 老白当场懵逼 紧接着小粉就打来电话 轻急之下 老白乱了分寸 来不及和妻子解释 直接朝着藏钱的位置飞驰而去 此时的老白根本来不及多想 丝毫没意识到 自己正在一步步掉进汉克的陷阱 就这样 老白被引到自己埋钱的地点 然而当他感到准确坐标时 却傻了眼 这里连个鬼影都没有 老白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上当了 然而现在想走 却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一辆车正向着这里急驰而来 老白连忙给杰克等人打去电话 随后老白将精准坐标念出 可当他看到来人正是汉克时 老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一边是自己的家人 一边是自己的八千万 想要保住自己的八千万 就必须摇人 但杰克等人来了 汉克几人肯定没有活口 经过短暂的挣扎 他咬牙拒绝了杰克等人的帮助 决定牺牲自己来结束这一切 老白双手抱头走到汉克面前 而小粉这时也露出得意的表情 看到小粉和警方合作 这也让老白想起炸鸡书的那句话 随后汉克让搭档在这里等待搜索队 自己则是带他回局次进行审问 可临走时 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抓到大鱼 非要找个人炫耀一下 他打给妻子 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 可就在这时 老白突然看到有几辆车向着这边驶来 不用猜 来人肯定是杰克等人 老白连忙提醒汉克离开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在警匪火力巨大悬殊之下 子弹耗尽的汉克身负重伤 跟随他多年的老搭档 也不幸中枪身亡 杰克的手下搜完身 发现两人竟是基督局的人 当即就要杀掉汉克灭口 老白见状急忙上前卤职 杰克听到也很为难 毕竟现在他们已经干掉一名警察 放走汉克肯定会引来麻烦 早已看出杰克想法的汉克并没有求饶 而是以铁血硬汉的方式和老白告别 看着汉克死在自己面前 老白彻底崩溃了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一心想要保护的家人 竟会因他而死 此时杰克手下也找到他埋起来的八千万 顺便还将汉克两人的尸体埋进深坑 杰克并没有将钱全部拿走 他给老白留下一千万 殊不知 他朝汉克开枪的那一刻 老白的心里就已经埋下复仇的种子 他压抑着怒火答应了杰克的要求 如果不是小粉出卖自己 事情也不会发展成这种结果 老白要让小粉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就在杰克准备解决小粉时 托德突然阻止了他 就在小粉被带走时 老白报复性的对小粉说出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小粉听完彻底崩溃了 他放弃了反抗 任由几人将他带走 此时俩人互相见的憎恨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基点 与此同时 玛丽来到洗车行 将老白被抓的事情告诉了白嫂 接着两人又将关于老白的一切告诉了儿子 小白无法相信一只崇拜的父亲会是大毒枭 但是事宜之词 他不得不接受 然而他们刚回到家 发现老白正在帮他们往车上收拾行李 并让两人赶紧跟他离开 白嫂见老白出现在家中 就已经猜出汉客出事了 看着妻儿满是恐惧的眼神 老白彻底伤透了心 自己出生入死的为了这个家付出 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 儿子见他不肯离开 直接打了报警电话 接着老白抱走一岁大的女儿 他要以此来报复妻子的无情 可小女儿一直吵着要找妈妈 看着女儿 老白沉默了 他意识到相比自己 此时女儿更需要的是妈妈的照顾 老白不忍女儿跟着自己亡命天涯 心中纵有万般不舍 但还是将女儿送了回来 老白知道妻子已经被警方控制 为了排除警方的怀疑 他将所有罪行揽在自己身上 白嫂反应过来 老白之所以会说出如此绝情的话 就是为了帮自己洗脱嫌疑 为了防止捷克报复自己的家人 老白将汉客的死也揽在自己头上 虽然这会引来玛丽的憎恨 但是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不得不这么做 挂断电话 他将女儿放在消防车上 孤家寡人的老白带着 一千万现金 踏上了逃亡之路 眼前的一幕 可能会让绝大数毒尸粉感到解气 如果不是小粉的背叛 老白也不至于亡命天涯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他被消失达人带到了偏僻的深山 这里没有任何与外界联系的方式 食物补给 最快也要一个月一次 交代完一切后 对方便离开了这里 而老白也在这深山老林开始隐居 虽然他没有遭受老雨之灾 但这里与监狱又有何区别 相比于老白 小幸存活的小粉可谓是生不如死 自从上次小粉被杰克等人带走后 他们就竭尽所能地压榨小粉 为了防止小粉逃跑 托德还专门为他定做了防跑神器 干完活后 他就像猪狗一样被扔进地牢 唯一支撑他信念的就是一张女友照片 望着照片 小粉决心不在座椅待毙 他用区别针打开手上的枷锁 将所有能用到的东西全部垫在脚下 接着他用尽全力成功打开上面的插销 只需要翻过前面的铁栏就可以重获自由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所掌握 就在他马上就要成功时 杰克带着人出现在他身后 而小粉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托德敲开了莉莉家门 谎称自己是小粉的好友 听到这些 莉莉放下戒心 接着又告诉他 小粉就在马路对面的车里 等他出来查看时 杰克告诉小粉 这只是一个警告 如果他再不乖乖听话 下次就是莉莉的孩子 而老白这边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终于等来了消失达人的补给 在与世隔绝的这一个月 让他险些崩溃 看着对方带来的一大报纸 老白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 消失达人还为他带来了白嫂的消息 尽管老白坐拥千万资金 但却无法给妻儿丝毫 就在消失达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老白却祈求他能不能多逗留一会儿 因为他实在太孤独了 为此老白甚至还开出 两小时一万元的价格 消失达人看出了老白的孤独 于是便答应下来 时间来到两个月后 老白早已被癌症摧残得不成人样 他决定在临死前 为家人做点什么 老白不顾消失达人的劝告 来到山下的一个酒馆 给儿子打去电话 没过多久 小白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说是他小姨给他打的电话 儿子绝情的话让他伤透了心 他一气之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接着他坐到八台前 等待警方的抓捕 这时他在电视上 看到灰质公司的专访 提及创始人老白 现在是人尽皆知的 独销海森宝石 两人都刻意回避这个话题 并将老白前妻 对公司的贡献全部否认 看到这里老白似乎又改变了主意 当警方赶到这里时 里面早已没有了老白的身影 老白为了把自己制毒的钱留给家人 特意找到曾经的合作伙伴 因为格雷夫妇是出了名的慈善家 只有通过他们的手 将钱捐给小白 才不会被警方怀疑 老白让他们在小白18岁生日时 以不可特销信托的方式 捐赠给儿子 为了防止两人不守信用 他还雇佣杀手来警告他们 老白过庸的狙击手正是小粉的死挡猴子和兽子 而两人的狙击枪只是激光灯 老白从两人口中得知小粉没死 便开始计划找杰克等人算账 第二天 老白从军火饭手里买来一把重击枪后 便驱车回到自己被查封的家中 取走之前藏在插座后面的壁麻毒 他要在死前产出所有对家人的潜在威胁 接着老白来到利迪亚和托德街头的餐厅 原来自从老白退出后 利迪亚就开始与杰克他们合作 老白表示想与他们重新合作 并声称自己研究出一个新配方 不用假安也能指出高纯度冰糖 利迪亚听到这当即同意下来 但他要求先让老白和杰克谈谈 这也正是老白来此的真正目的 他根本不是寻求合作 而是想找机会干掉杰克 利迪亚也并非诚心与老白合作 他只是想借杰克之手除掉老白 可他还是嫩了一点 他倒在咖啡里的根本不是白糖 而是壁麻毒 最后老白找到妻子 他此次前来是为了做最后的道别 老白将藏钱的那张彩票拿出 这一次老白并没有用家庭找借口 而是直面自己内心的黑暗 临走 老白向熟睡中的小女儿 做了最后的告别 做完这一切 老白心中已经了无牵挂 晚上老白驱车来到杰克的地盘 他故意将车横着停在房子前面 对方搜索他的所有物品后 将老白带到了杰克面前 还没等他开始正式谈生意 杰克就命令手下干掉老白 杰克听到这里 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 他立即让托德把小粉带来 而这也正中老白的圈套 他趁众人不入意 偷偷将刚才被搜索的钥匙攥在手中 没过多久 带着镣铐的小粉来到房间 此时的小粉眼神中充满恐惧 看到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小粉 老白一步步向前走去 突然一发将他扑倒在地 随即便按下手中的遥控器 不知过了多久 一切才平息下来 此时巫寺中只剩下杰克一人苟延残喘 老白捡起地上的枪走到杰克面前 而这也正是为了汉克报仇 因为当时汉克被杀的时候 杰克也没让他把话说完 现在只剩他和小粉的恩怨 接着他将手枪交给了小粉 即便老白一心求死 小粉也没有向他开枪 因为他看到了老白复古的枪伤 他知道老白已经命不求已 这时托德的手机铃声响起 原来丽迪亚打来问 有没有将老白解决 而贯穿整部剧的毕马毒 也终于派上了庸场 此时的丽迪亚一脸憔悴 一向谨慎的丽迪亚 还是败给了老白 至此所有能威胁到 老白家人的后患全部铲除 最后老白没有跟小粉过多的告别 只是轻微的点了点头 彼此的眼神只有数之不尽的往事 两人所有的恩恩怨怨 也在此刻一笔勾销 他们都知道 这一别就是永远 从获自由的小粉 就像比脱缸的银马 开车冲出了这个人间炼狱 当他离开后 老白来到那个为之癫狂的实验室 仔细抚摸着制毒的器皿 流言不舍 这些在其他人眼中充满罪恶的东西 在他心里却犹如生命之光 他粉饰一个平庸的化学老师 直到三年前患上癌症 老白才开始了他精彩的人生 他将自己谨慎的时间 献给了毕生所爱 伴随着警笛声响起 老白的生命也来到尽头 自此绝命毒师5G全部完结 最后感谢绝命毒师陪伴的日子 再见老白